第1541张福气否 望着当头斩来的千丈巨剑 甘飞扬面色巨变 双目中露出浓浓的惊恐 他没想到 祭天行竟能使出如此神妙的剑法 爆发出如此恐怖的威力 围急关头 他只能爆发出毕生法力 握着盘龙枪迎击那道巨剑 一枪定乾坤 他逼喝一声 又使出一招底牌绝学 棒驳浩荡的法力注入盘龙枪中 使其变成百丈长的巨大龙枪 还献出一条金色的神龙虚影 金龙之枪 爆发出极致强大的威力 迎面刺向那道巨剑 这一枪 似能捅破天穷 摧毁一切阻碍 气势狂暴到极点 这 便是甘飞扬的最强绝技 他本来不想曝露这个底牌 要留到半年之后的考核实在用 可现在 他不得不提前施展 通漏 随着一声撼动九霄的巨响爆出 朱雀圣剑和金龙之枪轰然碰撞 蹦出滔天金光和火焰 刹那间 百丈长的金龙之枪 便被巨剑劈成粉碎 爆裂开来 紧接着 朱雀圣剑轰然斩中干飞扬 又狠狠劈在广场地面上 轰隆隆的巨响声中 整座广场被巨剑劈成两半 中间献出一道宽大的篝祸 无穷无尽的碎石和尘土涌上天空 遮蔽了大阵内的情景 大阵之外 所有人都屏住呼吸 目光紧冰着阵内的火焰和雷霆 搜寻纪天行与干飞扬的身影 谁也不知道 两人的绝学杀招碰撞 究竟谁更胜一筹 是干飞扬打败神域之子纪天行 从此扬名封神山 得到浩天塔的器重和栽培 还是纪天行以弱胜强 以霸道强横的姿态碾压干飞扬 证明神域之子的非凡天资 众人难以判断 都无比期待胜负结果 两久之后 大阵内的漫天尘土和法术光滑 逐渐消散了 只见 整座广场都变成废墟 地面横跟着一条巨大的篝火 四周布满了坑洞与裂缝 天空中 只有一道身穿白袍的孤傲身影 手持着黑色宝剑 覆手而立 它那并不高大魁梧的身躯 却犹如山岳般伟岸 令人仰望 毫无疑问 这正是济天行 它毫发无伤 神色如常 眼神平静地俯视着地面篝火 至于甘飞扬 正从宽阔的篝火中露出脑袋 艰难挣扎着爬出来 当它爬出篝火 站在广场上时 所有人都看傻眼了 它双手空空 盘龙枪早就被打飞了 血插在广场边缘的废墟中 头戴的浴冠也粉碎了 满头长发蓬乱卷曲 好似鸡屋一样顶在头上 它衣衫蓝绿 浑身布满了血洞和伤口 一片焦黑 血肉模糊 右肩杵空荡荡的 整条右臂都被轰杀成鸡粉 伤口杵焦黑乳炭 如此伤势 实在太凄惨了 在与毫发无伤的寄天行对比 绝对是高下立判 差距悬殊 谁胜谁负 一目了然 礼斗之前 甘飞扬口出狂言 称他不动用法宝兵器 也能轻易打败继天行 继天行当时还击 若他不用法宝兵器 连三招都撑不过 就要被打趴下 如今 两人刚好交手三招 甘飞扬动用了法宝盘龙枪 却还是惨败在继天行的剑下 身受重伤 还被斩断一条右臂 不只是六国天才 就连大护法和六位神使 也没料到这个结果 排名第四的甘飞扬 与积天行相比 实力差距竟然如此悬殊 众人急进了几秒之后 立刻爆发出震震惊呼 不可置信地议论起来 太不可思议了 积天行只用三招就打败了甘飞扬 若非亲眼所见 我绝不肯相信这是真的 原神晋五中的积天行 竟然比六中的甘飞扬强大几倍 积天行越级战胜甘飞扬 而且只用了三招 这简直就是奇迹啊 果然不愧是受神主青睐的神域之子 太逆天了 各国的天才们 心眼目睹了这一奇迹 对积天行的神域之子身份 再也没有半点质疑 许多冷眼旁观的天才 现在都对他羡慕有加 十分敬畏 那些嘲笑过他 非议过他的人 回想起曾经说过的话 都羞愧得满脸通红 恨不得找各地逢钻进去 大护法和六位神使们 也露出了如是重负的笑意 毕竟 积天行以无敌之姿 强势碾丹飞扬 获得了胜利 这就证明 他们的判断没错 积天行就是神域之子 就在众人欢呼和议论之际 积天行开口说话了 他面无表情地望着甘飞扬 问道 我说过 打扶你只需三招 现在你服气否 甘飞扬衣衫褶的站在废墟上 左手捂着血肉模糊的右肩 双眼中闪烁着森冷的寒光 断掉的手臂还能通过疗养 重新生长出来 可积天行带给他的挫败和屈辱 却是无法洗刷的 他死死盯着积天行 声音嘶哑一字一顿地道 积天行 我承认 你确实很强 不过 我迟早会打败你 洗刷耻辱 积天行语气淡然地道 你现在已是我的手下败将 还谈何将来 想一雪前耻 你这辈子都没机会 他的语气很平静 只是在阐述一个事实 可听在甘飞扬的耳中 却是无比刺耳扎心 积天行的狂傲与轻蔑 是发自内心和灵魂的 绝不是故意为之 甘飞扬能感受到 积天行根本就没把他放在眼里 更不可能当作对手 正如积天行所说那样 他只是一块垫脚石而已 他心中充满了愤怒和屈辱 却只能咬牙强忍着 默默走出防御大阵 离开店前广场 他不愿多留一秒钟 也不想多说一句话 那都是自取其入 武道世界 本就是弱肉强食 武道修炼也是百葛征流 与他人争 与天地斗 每一位天才 每个武道强者 都会倾尽全力地争夺修炼资源 甘飞扬想上位 想得到好天塔的器重和栽培 当然要挖空心思寻找机会 之前季天行 岌岌无名 甘飞扬根本不屑理会他 如今季天行风头最盛 若能将他踩在脚下 甘飞扬便可名利双收 他的想法无可厚非 计划也很完美 只可惜 他低估了季天行的实力 让自己落得个屈辱狼狈的下场 而季天行 却是一战扬名 赢得各国天才的敬佩 还坐实了神域之子的荣誉 第1542章朽目不可雕 经此一战后 季天行名阳封神山 他取代了甘飞扬 成为六国天才的第四强者 各国天才们再也无人轻视他 更不敢在背后议论他 所有人都明白 这个神域之子实至名归 今后必定会平步青云 名阳六国 大战结束之后 季天行并未逗留 禁止离开广场 回到了神书阁 大户法和六位神使也相继离去 只剩各国天才们还留在广场上 三三两两地聚在一起 议论之前发生的事 广场边缘 陆里面色冰冷地望着这一切 眼底闪烁着森冷的寒光 他本想借此机会拉拢季天行 甚至将其收入麾下 结果 今天他成了众人的笑柄 季天行却名声大噪 一跃成为炙手可热的第四天才和神域之子 季天行之前的表现 也证明了他的拉拢无效 对方压根没把他放在眼里 浓浓的挫败感和屈辱 让他无言留在风神山 立刻就要离去 他妄想江宁雪和几位千雪帝国天才 陈生说道 朝拜已经结束了 本君不适合留在风神山 稍后便要回国了 诸位留在风神山 定要密切关注季天行 尽可能监视他的一举一动 找机会向本君汇报 几位青年天才们都点头应试 只有江宁雪面现肘蜂之色 有些犹豫 陆离目光平静地望着他 叮嘱道 雪儿 季天行心机深沉 老坚俱华 你不必再接近他 以免自己吃亏 离止学安心修炼 努力提升实力即可 本君回去向父皇禀报消息 会想办法对付他的 江宁雪顿时松了口气 露出如是重负的表情 点点头道 雪儿谨记太子殿下的命令 不会让您失望 听到这句略显身份的话 陆离不由皱了皱眉头 他盯着江宁雪 仔细观察片刻 便发现了端倪 以往江宁雪对他情根深种 望向他的眼神都充满柔情蜜意 还有几分羞难 可现在 江宁雪的眼神平静而冷淡 看不到一丝情意 陆离是何等精明之人 他当然明白 江宁雪还在为之前的事生气 对他的情意也淡化了许多 想到这里 他忍不住传音说道 雪儿 你不要为之前的事戒怀 本君也是皇命难为 不得已而为之 江宁雪却不领情 向他拱手行礼 面色冷淡的道 太子殿下多虑了 雪儿身为千雪帝国的子民 自当为国孝利 陆离皱了皱眉头 还想再劝说几句 却发现无从开口 最终 他只能默默地叹息一声 带着方总管和侍女 侍卫们 转身离开了广场 没过多久 陆离就带着浩浩荡荡的仪仗队 离开了风神山 江宁雪回到千雪宫中 独坐在密室里 却是心神不宁 难以平静下来 他的思绪有些纷乱 脑海中不断浮现出各种画面 有陆离使用美人计 逼他主动接近季天行的情景 还有季天行与他结伴有缘 谈心交流的画面 而更多的 则是季天行霸道强势 碾压出云帝国天才和甘飞扬的场景 不知为何 季天行那英俊挺拔的身影 避逆天下的气势和神态 深入他的心扉 怎么也抹不去 他的脑海深处 甚至冒出一丝古怪的念头 无论是权谋 手段 实力和形式作风 陆离都比季天行差了太多 两人的气势和风度 根本不可比较 我深爱着陆离 他却为了圣地的命令 为了实现野心和霸业 不惜让我现身于季天行 相比之下 以季天行的形式风格 绝不可能把自己的女人推到别的男人怀里 经过这次朝拜风波之后 江宁雪对陆离深深的失望 对季天行却生出了一丝情愫和仰慕 季天行刚回到神书阁 便看到二护法正在门口等着他 李这几日在宁神殿 可曾好好侍奉陆离 二护法眼神默然地望着他 语气低沉地问道 季天行睁了一下 披了他一眼 面无表情地点了点头 二护法的冰冷眼神缓和些许 语重心长地叮嘱道 虽然你这小子不思上进 天赋资质也有些愚钝 但你要懂得审时多事 若能得到陆离的器重和指点 也可让你受益良多 李若是继续这样浑恶地私混下去 几个月后无法通过考核 届时不但无法成为神徒 还要辜负小殿下的栽培 既天行神色淡然地道 若是没什么事的话 那我先告辞了 二护法见他不听劝 还有些不耐烦 顿时不悦地皱起眉头 眼神又变得冰冷威严 真是朽目不可凋野 令人失望之极 本座问你 朝拜一事可还顺利 既天行不愿多说什么 简短必达道 一切顺利 路里已经离开了 二护法微微点头 摆了摆手道 那你下去吧 有事本座再换你 既天行静止转身离去 返回密室去了 二护法望着他离去的背影 眼中闪过浓浓的失望 自言自语的道 不是好歹的家伙 真不知道 这种既无杰出天赋 又没有上进心的家伙 如何能得到小殿下的照拂 初霸 他摇了摇头 身影消失在黑暗中 既天行回到密室中 默默地运功挑席 恢复消耗的法力 三个时辰后 时间到了邦晚 他的法力全部恢复 便结束了修炼 这时 密室门外传来了一道青年男子的声音 既公子 能否现身一见 既天行听到这道熟悉的声音 便起身走出了密室 密室门口 站着个身穿白袍 比女子还美丽青年男子 正是英无缺 你怎么来了 既天行挑了挑眉头 问道 英无缺露出一丝微笑 解释道 虽说 没得到允许不能进入神书阁 可我只是来拜访你的 又不翻阅藏书 我来看看你 先对你说声恭喜 近日过后 你便是风神山最耀眼的天才 风头已经带过了前三位天才 你以后的前途啊 不可限量 既天行并未谦虚什么 只是微笑着点了点头 英无缺又接着说道 另外 我来也是想提醒你一件事 今天你把出云帝国的天才门 全都狠狠教训了一顿 这个仇结下了 你跟出云帝国算是彻底决裂了 以后要小心出云帝国的报复 第1543章阴阳无济功 英无缺的提醒 让既天行心中为暖 他露出一丝微笑 点了点头道 多谢提醒 我心中有数 出云帝国再怎么恨我 也不至于杀到风神山来吧 英无缺轻笑着摇摇头道 那倒不至于 别说蓝义清和狂龙背后的势力 就算是出云圣帝 也不会来风神山闹事 只不过 你将来不可能一直待在风神山 一旦离开风神山范围 恐怕就危险了 既天行微微汗手 与其淡然地道 以后的事 以后再说 车到山前必有路 道是你 是我遇到的唯一能信任的朋友 谢谢你的关心和提醒 听到这句话 英无缺身躯一阵 明显愣了一下 全集 他那白皙娇美的脸上 绽放出浓浓的喜悦微笑 与其激动地问道 既公子 你 你愿意跟我做朋友 你肯接受我了 既天行微笑着点了点头 得到他肯定的答复 英无缺愈发兴奋 激动地双眼中冒出金光 太好了 我就知道 你迟早会被我的诚意感动 既天行想了一下 从空间戒指里拿出一枚玉剪 递到他的面前 这枚玉剪送给你 当作给你的界面礼 李竟然还给我准备了礼物 英无缺愈发开心了 笑得双眼都眯起来了 他连忙接过预解 打亮了两眼 疑惑问道 既公子 这枚玉剪是什么 既天行语气平静地道 之前我见你以阴阳散为本命法宝 修炼的功法似乎有些问题 使你陷入桎 实力很久都没有进展 英无缺不可置信地瞪大眼睛 满腔震惊地问道 既公子 你连这些都看得出来 我修炼的功法 是我们花月宫祖传的神功 只可惜 每个修炼这部功法的弟子 都会遇到同样的桎固和阻碍 既天行微笑着道 所以 我找了一部阴阳无极功 将它送给你 这部功法最适合你修炼 定然不弱于你们花月宫的功法 不过 功法内容有些晦涩难懂 是十分古老的神功密法 你初恋时可能难度较大 但你坚持修炼 凭你的天赋和悟性 相信很快就能见效 我们花月宫的祖传神功 乃是阶级上品的功法 英无缺满腔惊讶 心中暗想到 既公子送我的这部阴阳无极功 难道是阶级极品的神功 一念即此 他连忙将遇见地回到既天行面前 既公子 阶级极品的功法 是价值连城的神功 如此贵重的礼物 我不能收 既天行征了一下 显然没想到 英无缺面对如此珍贵的神功 竟然不肯接收 他心中暗暗想笑 思寸道 阶级极品的神功 的确是有价无事的珍宝 在神书阁里 只有神徒才有资格借阅 仅仅如此 英无缺便不敢接收 若他知道这部功法不是阶级 而是真正的圣级功法 不知他又会做何感想 这部阴阳无极功 是他在天书阁里专门为英无缺挑选的一部功法 天书阁里 收藏了剑神搜罗的数万本古书 其中 各种各样的神功秘数多达三万余册 最差都是圣级功法 不乏许多神级功法 正因如此 好天塔的神书阁 在他眼里不值一提 收藏的功法秘籍都是垃圾 他注视着英无缺 正色道我送出的礼物 绝无收回的道理 你若是不愿接受这部功法 那我便收回 我们也不必做朋友 一边说着 他伸手便要去接那枚玉玉姐 英无缺顿时面色一变 色的收回了玉姐 干脆利落地收进空间戒指里 善善笑道 纪公子 你 你为何总是如此霸道 纪天行微微皱眉 认真思考了一下 语重心长的道 可能是因为我比较帅 英无缺顿时无语 对他翻了个白眼 纪公子 你的礼物我收下了 我一定会努力修炼 不让你失望的 他对纪天行拱手一礼 微笑着道了声告辞 纪天行点了点头 目送他转身离去 待英无缺走后 他才返回密室里 继续运功修炼 经过神域降临和当众挑战之后 纪天行已成了 封神山上封头最盛的人 他想在神书阁内安静前修 努力冲击原神静六重 然而 神书阁里却注定不会平静 第二天一大早 灵道一旧快步登上号天塔 来到了神书阁 他刚进入神书阁 便有一道黑色身影凭空出现在面前 挡住了他的去路 灵道一 你来神书阁做什么 听到这道沙哑低沉的声音 灵道一抬头望向黑影 便看到身穿黑袍的二护法 正目光冷漠地盯着他 他对二护法拱手一礼 解释道 见过二护法 本座此番来神书阁 侍奉了大护法之命 来找祭天行 二护法皱起了眉头 浑浊双眼中闪过一抹怒意 赫问道 那小子又犯了什么错 是不是在您神殿里 冒犯了陆离 这句话让灵道一愣住了 露出哭笑不得的表情 眼神古怪地盯着二护法 二护法 您这说的什么话 祭天行可是绝世天才 即便得罪陆离 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谈何冒犯 二护法顿时确认了猜想 与其冰冷的道 哼 什么绝世天才 他就是快鱼目疙瘩 这小子果然不思悔改 不好好侍奉陆离 竟然还敢得罪他 零到一 你带惠尔禀告二护法 让他从众成处祭天行 给这小子一个沉痛的教训 见二护法眉宇间充斥着怒意 灵道一的表情愈发古怪 二护法 这件事您还是自己跟大护法说吧 我只是奉命行事 失陪了 说完之后 他不再理会二护法 迈步走向季天行的密室 二护法心中疑惑 觉得灵道一有些古怪 便跟着赶去 片刻后 灵道一来到密室门外 正次喊道 祭天行 本座灵道一 有事求见 二护法顿时皱起眉头 冷笑着道 对待一个受罚的戴罪之人 何须如此客气 一边说着 他盯着密室石门 与其威严必喝道 祭天行 本座有事照你 速速出来 第1544章新字剧情 二护法的语气有些不耐烦 态度也冷冰冰的 灵道一觉得有些不妥 暗暗皱眉 可他的身份地位 比二护法差一个等级 也不好多说什么 两人等待了一阵 密室石门才打开 祭天行走了出来 面无表情地贴了二护法一眼 问道 何事找我 二护法眼神冰冷地瞪了他一眼 贺问道 昨天本座问你 有没有好好侍奉陆离 你竟然对本座撒谎 本座果然没看错你这块朽木 你还真是没让人失望 灵神使奉大护法之命来找你 你干过什么好事 就老实接受惩罚吧 祭天行顿时皱起了眉头 神色漠然地望着他 问道 二护法 我似乎没得罪过你吧 凭你也敢 二护法不屑地冷笑一声 陆离跟你什么关系 难道是你儿子 祭天行再次问道 二护法眉头一皱 沉生呵斥道 混账 修得胡言乱语 祭天行嘴角勾起一抹冷笑 道 既然不是 那你为何如此维护他 二护法冷笑道 陆离谦逊有理天赋杰出 且勤学好问 修炼刻苦 如此品性兼优的天才弟子 本座不维护他 难道还维护你这块朽木 一旁的零到一 看着两人针锋相对 似乎要吵起来 连忙开口打圆场 可可 二位还请息怒 本使来找祭天行有事 还请二位让本使先说正事 二护法这才甘休 懒得再理会祭天行 祭天行也不屑与他多说 望向零到一 问道 零神使 什么事 零到一招他拱手一礼 连忙说道 祭天行 大护法与几位神使商量之后 决定撤销对你的处罚 即日起 你不必留在神书阁打扫卫生 可以离开了 祭天行面无表情地望着他 语气漠然地道 不必了 我觉得神书阁挺好 这里清静 很适合我修炼 零到一见他如此反应 丝毫不觉得意外 顿时露出了忧虑之色 天行 本使知道 之前大护法当众处罚你 确实让你受了委屈 名誉受损 可你也不必为此介怀 大护法并非针对你 他只是秉公处理而已 如今大护法撤销对你的处罚 给你一个台阶下 你不妨也退一步 这对大家都好 祭天行摇了摇头 面色淡然地道 临神使误会了 我在神书阁住习惯了 真的不想出去 唉 临到一顿时无奈地叹息一声 苦笑道 祭天行 本使了解你的性子 你这又是何必 闹僵了对大家都不好啊 祭天行懒得多做解释 伸手道 请回吧 临到一知道劝不动他 只能转身离去 向大护法复命 二护法站在一旁 目睹整个过程 他看了看离去的临到一 又皱眉望向祭天行 双眼中闪过一抹疑惑之色 这两个家伙是怎么回事 无缘无故的 大护法为何撤销对他的惩罚 他不是犯了错 又要被大护法惩处吗 他本想直问祭天行 到底是怎么回事 可惜祭天行看都不看他一眼 转身回到密室 关上了石门 他只能压下心中疑惑 转身离开了 风神山巅 某座金币辉煌的宫殿里 宽敞明亮的书房中 大护法正站在窗前 望着窗外的云海 默默地私存着什么 这时 门口响起了脚步声 一位身穿紫袍的中年男子 快步走进书房中 大护法连忙转身 望向紫袍男子 面色威严地问道 零到一 本座的话已经带到了 零到一点了点头 面色有些愁愁 一副欲言又止的姿态 大护法瞥了他一眼 疑惑地皱起眉头 问道 纪天行人呢 为何没带过来 林道姨不得不到出实情 拱手禀报道 大护法 您的话属下已带到了 可是 纪天行称 他已经习惯住在神书阁里 那里清静更适合修炼 他 他不愿离开啊 大护法的白眉紧锁 脸庞上露出好气又好笑的表情 这个混账小子 还在为之前的事跟本座怒气 他不想离开 难道还要让本座亲自去请他吗 林道义也是满腔忧虑之色 语气低沉地提醒到 大护法 前有小殿下袒护纪天行 如今纪天行又得到神主青睐 成为神域之子 我们势必要全力栽培他 否则神主怪罪下来 谁都担待不起啊 事实证明 当初朝拜仪式那件事事夺误会 我们不能让神域之子顶着罪名 继续在神书阁里受罚啊 大护法面色凝重的点点头道 这些道理 本座当然明白 初起当初那件事 本座也不是故意针对他 只是 本座向来执法言明 绝不容许任何人冒犯神主威严 若是本座不严厉处置 众多信徒纷纷效仿 势必会影响神主的威性 哀 大概是本座亲自行刑 当众抽了他一鞭子 才让他心有怨言罢 大护法也意识到 他当初的做法有些严苛 的确有点过分 考虑了一阵之后 他才下定决心 大秀一挥 沉声道 也罢 既然他不肯借泼下驴 那本座就亲自去神书阁请他 另外 领道义你带人去整理天圣宫 务必要收拾妥当 等待祭天行入住 说吧 大护法便要离开书房 领道义争了一下 不可置信地问道 大护法 您真要亲自去请他啊 若是此事传出去 恐怕影响您的声威啊 大护法不在意地笑了笑 白首道 本座也曾是神域之子 神主大人清点的镇塔大护法 谁敢非议本座 再者 本座向来铁面无私 公正言明 对就是对 错就是错 既然本座误会了他 做错了事 去向他道个歉也是应该的 听完他这番话 领道一顿时肃然起敬 由中帝说道 大护法果真是高风亮节 心胸广阔 实乃我辈之楷模 大护法却摇了摇头 沉生道 你不必吹捧本座 本座可没你说的那么大度 就其主因 还是因为既天行得到了神主的青睐 他是神域之子 明日天骄 本座才能如此对他 而且神主降下的那道神域 意义深远 我们必须谨慎对待 第1545章凌乱的二护法 陈书阁 大门旁的黑暗角落里 二护法正苏在玉石大椅里闭目养神 表面上看起来 他似在假妹 实际上 他正在默默练功 一种特殊的奇门功法 忽然 门口响起一道厚重的脚步声 一个身穿银色长袍 身躯愧的白法老者 脉步踏进了神书阁中 二护法听到声音 立刻睁眼望去 看清来人的面容之后 他顿时露出疑惑的眼神 连忙迎了上去 大护法 你怎么来神书阁了 来人正是大护法 他披了二护法一眼 便私下打量着 与其平静地道 本座来神书阁 自然是有事 二护法心中暗想着 平时没有重要的事 大护法几年都不来一次 临到义刚离开不久 大护法就来了 这也太过巧合 于是 他是探着问道 你是不是为了记天行而来 大护法也不隐瞒 点头道 没错 他住在哪里 李代本座去见他 就在那边密室里 二护法连忙带着他 往记天行的密室走去 途中 他还忍不住问道 大护法 记天行那小子又犯了什么错 竟让你亲自来找他 犯错 大护法皱了皱眉头 眼神古怪地瞥了他一眼 二护法却未察觉到异常 继续问道 记天行是不是冒犯了陆离 老生早就看出来了 这小子不思上镜 天资愚钝 明明我们给了他进取的机会 他却不懂得趁风借势 还敢得罪陆离 这家伙简直就是不开窍的榆木疙瘩 大护法听着他的虚刀 表情变得颇为古怪 与其低沉地问道 二护法 你是不是对记天行有什么误解 陆离虽然不错 可他如何能跟记天行向提并论 二护法顿时身躯一僵 眼神中充满了疑惑 大护法 你这话说反了吧 记天行那块朽木 如何能跟陆离相比 当年不仅我器重陆离 你不也对他十分器重 心力栽培吗 大护法不由得抽了抽嘴角 表情愈发古怪 他本想开口解释 但已到了密室门外 他便开口喊道 记天行 本座有事找你 出来相见吧 威严雄魂的声音 通过石门传进密室内 说完之后 大护法就站在门外 安静地等待着 二护法心中有些疑惑 便站在一边冷眼旁观 过了一会儿 密室石门打开了 记天行缓缓迈步走出来 我只想在神书阁里 清静地修炼 你们却一遍又一遍地 饶我修行 他双眉为皱 似乎被打断了修炼 有些不悦 见他如此模样 二护法眼神凌厉地瞪着他 呵斥道 记天行 修得无礼 大护法亲自来找你 还不快行礼认罪 不等记天行开口说话 大护法就瞥了他一眼 沉省道 二护法 此事与你无关 不得嘟嘴 二护法愣了一下 双眼中闪过一抹羞愤 他怎么也没想到 大护法竟然不给他留面子 当着记天行的面呵斥他 但他不便与大护法争执 只好忍着羞怒 冷眼看着记天行 大护法正四望着记天行 语气郑重地道 记天行 本座亲自来辞找你 只为两件事 其一 当初朝拜仪式的那件事 确实是本座失职 武断定下结论 导致了误会产生 对于这件事 本座要向你当面道歉 希望你不要介怀 说吧 他十分正实地抬起双掌 对记天行拱手一礼 记天行面色平静地望着他 并未多说什么 只是眼中的冷漠之色淡化许多 二护法在一旁看着 却是当场傻眼了 双眼瞪得老大 这怎么回事 大护法 你为何要对他道歉 还对他行礼 这小子何的何能 值得你向他道歉 二护法的语气 充满了震惊和不解 古井不波的心境 也当场凌乱了 可大护法根本没解释 扭头瞪了他一眼 沉声喝道 二护法 请你安静 不要扰乱本座的正事 二护法又被呵斥一顿 这才如梦初醒 连忙闭嘴不言 可他心中的震撼与疑惑 几乎要爆棚了 若不是亲眼所见 他死也不肯相信 大护法竟会对一个 戴罪之人道歉行礼 最关键的是 这个戴罪之人 还是个身份低违 资质愚钝 不思进取的鱼目疙瘩 这时 大护法又对记天行说道 第二件事 本座决定撤销对你的惩罚 你以后不必留在神书阁了 本座知道 你需要一处清静之地修炼 所以 本座派人打扫了天圣宫 以后那里就是你的洞府 你搬去那里居住和修炼 听到这番话 二护法再次傻眼 浅绿色的瞳孔瞪大 露出了浓浓的惊诧之色 他简直不敢相信 大护法竟然对记天行如此器重和袒护 竟把天圣宫赐给他当洞府 天圣宫 在封神山之巅的众波宫殿里 是天地灵气最为充裕的宫殿 那是最适合修炼的圣地 并且偶尔还能接收到神国降下的神光 能大幅提升实力 毫不夸张地说 不仅所有神徒都梦想住进天圣宫 就连几位神使和护法门 也想常住其中 但是 天圣宫一直闲置着 没有人居住 只有得到神主青睐的神域之子 或者神主大人的神子和公主们 才有资格住进其中 二护法无法理解 大护法为何把天圣宫赐给记天行 为什么 大护法疯了吗 无与伦比的疑惑和震撼 让他藏在袍袖里的双手都忍不住战斗起来 但他只能忍着 竭力忍耐 不敢再开口打断大护法 事实上 记天行并不记恨大护法 这两个月以来 他已经了解到 大护法本就是公正言明之人 处事颇为严厉 若说他心中有些戒弊 那也是因为大护法给他量罪定刑 要罚他边刑 其实 这个处罚太严苛了 不过 大护法亲自来神书的请他 还当面行礼道歉 显得颇有诚意 再加上 大护法撤销了对他的惩罚 还将天圣宫送给他做洞府 大护法已经做到这个份上 他当然不会再端着架子 便点点头道 既然大护法如此决定 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 谨遵安排了 第1546章天圣宫 见记天行终于点头答应了 大护法暗暗松了口气 他注视着记天行 继续说道 你能明白本作的良苦用心 那是最好不过 今后你搬到天圣宫去居住 但神书格依然对你开放 你随时都可以自由进入 另外 本作这里还有一枚权杖 也是你应得的 以后你持着这枚权杖 可以自由出入风神山 自由进入各座宫殿 境地和号天塔 一边说着 大护法手中金光一闪 献出一块巴掌大的金色雕龙权杖 这块权杖十分精致华美 正面雕刻着一条金色盘龙 背面雕刻着两个古字 正是太号二字 权杖不但材质特殊 堪比顶尖的圣器 还蕴含着一股神秘的强大气息 那一缕气息 犹如神明一般 威严神圣 令人心中敬畏 当二护法看到这枚权杖时 当场就凌乱了 双眼中金光暴闪 他再也忍不住满腔的疑惑和震撼 师生惊呼道 神子令 天哪 大护法 你竟然拿出神子令 还要送给祭天行 古往今来 只有得到神主青睐的神域之子 还有神主大人的优秀子嗣 才能拥有神子令 我们好天塔只保存一块神子令 留给将来的神域之子 大护法 你竟然如此草率 要把神子令送给祭天行 是你疯了 还是我老糊涂了 从大护法进入神书的以后 连续做出几件让二护法惊诧的事 至到如今 他连神子令都要送给祭天行 这就让二护法彻底失态了 他再也不负往日那般阴朗 淡漠的气质 与其激动地质问着 只差没蹦起来了 祭天行和大护法两人 都扭头望着二护法 一个眼神默然 一个表情古怪 两人都没开口说话 一个懒得解释 一个不屑于多说 祭天行伸手接过神子令 将其收起来 朝大护法拱手一礼道 多谢大护法 大护法说道 你收拾准备一下 本座现在带你去天圣宫 我没什么可收拾的 随时可以离开 祭天行平静地应了一句 那我们走吧 大护法点点头 带着他转身离去 直到两人离开神书阁 身影消失在门外 二护法还愣在密室门外 怎么会这样 祭天行究竟做了什么 竟让大护法对他如此器重 连神子令都给了他 难道祭天行得到神主的青睐 引来了神域降临 这不可能 似他这般不思进取的家伙 怎么可能得到神域 若是连他都能得到神域 各国天才 起码有一半都能成为神域之子 二护法师魂落魄地 尼南着眼神狂乱地变换着 犹如一个疯癫的老太婆 只可惜 祭天行和大护法都走了 没人给他解释原因 他一直待在神书阁里 多年不曾离开号天塔 也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 无与伦比的疑惑和震撼 一直充斥于心 无法得到解答 风神山巅 有大大小小三十多座宫殿 这些宫殿的排列方位 对应着三十六天罡星辰之位 蕴含着玄妙莫测的天地治理 在三十多座宫殿的正中间 便是神圣为恶的号天塔 这是最接近神国的神塔 也是六大帝国的五道圣地 在号天塔后方 千丈之外有一座广阔的宫殿 正是天圣宫 这座宫殿占地无礼 修建得颇为广阔 气势辉弘 宫中金碧辉煌 流光溢彩 处处彰显着精致 奢华与神圣 犹如天上神宫一般 大护法把祭天行 带到天圣宫的大门口 便转身离去了 领导一早就守在大门口 见祭天行到来 便领着他进入宫殿中 两人一边往宫殿深处走去 领导一沿途向他介绍 天圣宫的情况 天圣宫已经闲置多年了 只有神御之子和神主大人的子嗣降临 才能居住在这里 之前九九殿下就是住在这座宫中 天圣宫占地无礼方圆 面积实在广阔 所以分为东南西北四座院 之前九九殿下住在北院 大护法为你安排的是东院 那里有上百名侍卫和侍女 随时听候你的拆遣 此外 天圣宫中布置了神级大阵 可引动方圆十万里的天地灵气 汇聚于寺院的密室之中 那四座密室都布置了强大的古老神镇 可以改变时间流速 东院那座密室 时间流速是外界的五倍 你在密室里修炼五天 外界才过去一天时间 说到这里 领导一露出了笑容 满腔感慨的道 天圣宫里最逆天的 就是那四座密室 竟能改变时间流速 简直是神明手段 不说是神徒们 就连本使和几位护法 都对那四间密室非常向往 他本以为 祭天行听到这些话 并会心情激动 兴奋若狂 毕竟 能提升五倍修炼速度的密室 是五圣强者都梦寐以求的 可他却发现 祭天行的面色平静 只是微笑着点了点头 并未多做评价 这让他心中十分疑惑 到底是祭天行 不明白时间加速的意义 还是他已经见识过这等奇迹了 两人穿过回廊与花园 踏入东院区域 灵道仪继续介绍到 祭天行 天圣宫里的天地灵气 是外界的五倍左右 你在密室中修炼 实力提升速度 至少能提高好几倍 而且 密室里储备着海量的灵丹 原神级丹药和各种修炼资源 你可以随便取用 在风神山上 神与之子拥有极高的地位和许可权 也会拥有最丰厚的修炼资源 所以你住进天圣宫之后 只需前行进修即可 一切琐事都由侍女和侍卫完成 平日没什么大事 不会有人来打扰你 真遇到什么重要的事 本使会亲自来通知你的 灵道义详细介绍了一遍 祭天行基本明白了天圣宫的情况 他把灵道义打发走了 独自在宽阔的东院里漫步 观赏满院的美景 转了一圈之后 他发现情况正如灵道义所说 这座天圣宫当真是修炼圣地 他心中暗暗想到 本来 以我的修炼速度 至少的几年之后 才能突破到元神境六中 现在看来 我很有希望在神徒考核之前突破 第1547章圣坛与神光 祭天行入住天圣宫没几天 消息就传了出去 各国天才们得知这件事 大多都心中羡慕 忌妒到了极点 少数人听说过天圣宫 知道那是封神山上的修炼圣地 唯有神子与公主才能居住 大多数人原本不知道天圣宫 如今也听说了天圣宫的神圣与特殊之处 更是忌妒的眼睛都红了 连续好几天时间 各国天才们都难以平静 争相议论这件事 但众人心里都明白 他们忌妒也无用 祭天行是神域之子 入住天圣宫是他应得的奖励 秦苍穹 宋詹玉和江宁雪三人 则心中万岸焦急和担忧 他们都知道 祭天行住进天圣宫之后 实力提升的速度定会加快几倍 他们只能更加刻苦地修炼 牡力提升实力 以免几个月后在神徒考核中 被祭天行超过 不知不觉 半个月过去了 这半个月里 祭天行一直在密室中闭关修炼 冬院的密室果然没有让他失望 不但天地灵气浓郁至极 还存储了海量的灵食和丹药等资源 而且 密室的古老神镇运转着 时间流速也比外界快了五倍 外界才过去半个月 他已经在密室里修炼了七十多天 这番苦修的成果斐然 他的实力又增强几分 距离原神镜六重更近了 而且 他终于领悟了藏天第六剑的精髓 总算炼成了这招断月剑 断月剑的威力和精妙程度 远超前面五招剑法 若是神镜强者施展此招 可一剑斩断天外明月 威力十分可怕 为了验证这招剑法的威力 即天行以原神进入剑神墓 他飞到灰暗空间的边缘 以法力凝聚金剑 使出了断月剑 千丈长的剑光斩杀出去 狠狠披中了灰色的迷雾 当场将迷雾开辟出 方圆几十里的空白地带 灰白色的地面上 自然又现出一大片阵法纹路和脉络 空白区域已经接近两百里方圆 呈现出无数阵法纹路和奥妙 可这依然是古老神镇的冰山一角 季天行心中默默感慨 不知这座古老的神镇 究竟有多大 又隐藏着什么秘密 修炼结束后 他起身离开了密室 守在密室门外的金甲侍卫 立刻恭敬的行礼 他迈步走出了东院 穿过花园和几条回廊 往天圣宫中间走去 中间区域 是东 南 西 北寺院的交界处 有一座百丈高的古老祭坛 这座犹如金字塔般的祭坛 被称之为圣坛 之前临到一体点过季天行 这座圣坛是天圣宫的核心 也是几座神镇的根基 圣坛有非常强悍的功效 堪比世间顶尖的圣要 若是在圣坛上修炼 可以在短期内提升悟性 资质和潜力 说明修炼者冲击瓶颈和桎 突破至更高的境界 尤其是圆神镇的舞者 在圣坛上修炼最为有力 另外 度结境的强者也可利用圣坛 提高度结成功的几率 五道世界都流传着一句话 天结之下 实不存一 意思是度结境的强者 成功度过天结的几率不到十分之一 古往今来 不知多少精彩绝艳的五道天才 最终都陨落在天结之下 也正因如此 世间的元神强者数不生数 度结强者却少之又少 能成功度过九次天结 达到五圣境的强者 更是寥寥无几 这座圣坛 竟能提高度结成功的几率 可想而知功效有多强大 但继天行现在前往圣坛 却是为了另一件事 之前灵道义跟他说过 每年三月六月九月和十二月的第十五天 都可能有神光从神国降下落在圣坛之上 据说那是神国的一口灵犬 偶尔露下来的九天灵夜 化成了七彩神光 神光拥有不可思议的功效 不仅能助人功力暴涨 甚至突破一两重境界 还拥有强悍的疗伤功效 哪怕是粉身碎骨之伤 沐浴神光之后 也能中速身躯 只不过 神光每年只会降临一次 就在死天中的某一天 今天便是三月十五 即天行决定去碰碰运气 如果他运气够好 有幸遇到神光降临 便有可能功力暴涨 突破到原神境六中 半课中后 他来到了圣坛之下 只见 一座百丈高的暗金色祭坛 坐落在平坛的大地上 祭坛四周矗立着 三十多座神兽雕像 围成了一圈 守护着圣坛 圣坛是用上万块巨石累气而成 中间灿杂着各种珍贵的神域和宝石 从圣坛脚下到顶端 共有九十九层台阶 每一级台阶都高达一丈 祭天行踏上巨石台阶 一步步向上攀登 片刻后 他便登上了圣坛顶端 脚下是一片方圆石杖的平坛 暗金色的平台地面 雕刻着一幅神秘古老的图案 隐约可看出是两条盘旋的神龙 他并未多想 盘膝端坐在地上 安静地闭目养神 等待神光的降临 此时朝阳刚刚升起 洒下金灿灿的阳光 将整座圣坛都映照得金光绚烂 圣坛散发着无形的神秘力量 包裹着他的身躯 悄无声息地提高他的悟性 天赋和潜力 他准备在圣坛上打坐一天 即使没等到神光降临 也可借助圣坛的力量修炼 不过 半个时辰刚过去 他的修炼便被打断了 一道身穿白袍的身影 攀登来到圣坛顶端 出现在他的身后 看到他坐在圣坛上练功 那道白袍身影明显睁了一下 下意识地问道 年轻人 你是谁 为何出现在此处 听到这道疑惑的质问 即天行缓缓收工 睁开了双眼 他扭头打亮了一眼 才看清楚来人是个身穿白袍 虚发揭白的老者 老者的个头不高 身材有些发福 面容也不威严 显得颇为和蔼慈祥 而且 老者望向他的眼神中 并无怒气和恶意 只是充满了疑惑 见此情景 即天行对白袍老者答道 我姓季 明天行 登上圣坛 当然是为了等待神光降临 听了他的回答 白袍老者顿时露出恍然大悟的表情 落着胡须微笑道 原来你就是季天行 第1548章曾经的五圣 白袍老者的回答 让季天行微微皱眉 你认识我 白袍老者轻轻摇头 微笑着道 当然不认识 今天是老夫第一次见到你 不过 半个月之前 大护法便跟老夫打过招呼 提过你的名字和事迹 既天行心中疑惑 便开口问道 敢问你是 白袍老者摞着胡须 面色和蔼的道 老夫姓洪 明成天 以前受神主任命 镇守号天塔 如今老夫年事已高 便卸任了 留在这座天圣宫里 一样天年 同成天的语气平静而淡然 神态颇为洒泼 仅平神态与外表 便可看出他的心胸之 豁达宽广 但既天行听了他这番话 却是面色为变 双眼中闪过一抹亚异之色 同成天 里就是上一任大护法 如今执掌天圣宫的三护法 同成天也有些惊讶地望着他 轻笑着道 你这小子 竟然知道老夫的过去 该不是林道姨告诉你的吧 既天行摇了摇头 解释道 林神使道是没提过你的事迹 我是在神书阁的藏书中看到的 之前他在神书阁里 为了快速了解神武大陆的情况 翻阅了三十多万本书 凑巧的是 其中有几十本书都提到了红成天 千年之前 红成天也是威震天下的五圣强者 他身受太号神主的器重 被委任镇守号天塔的大护法 但是数百年前红成天神秘消失了十年时间 当他再次出现时 身受重伤地回到号天塔 奄奄一席 差点毙命 虽然他并未丧命 侥幸活了下来 可他的实力却无法恢复 且实力境界不断跌落 自那以后的数十年 他便一直隐居于封神山上 始终不见踪影 几十年后 当时的三护法突破五圣境 受到太号神主的奖赏 被封为镇守号天塔的大护法 于是 红成天和三护法的身份便调换了 曾经的三护法 变成了现在的大护法 执掌整座封神山 而当年的大护法红成天 变成了现在的三护法 一直隐居在天圣宫中 一个多月前 既天行在书中看到这些事迹 特别留意过 所以现在还记忆犹新 此刻红成天就在眼前 他仔细打亮几眼 便看出了端倪 尽管表面上看起来 红成天精神绝朔 气色颇佳 但实际上 他的原神有所缺损 气息隐晦而为弱 显然有重伤在身 至今未遇 就连他的实力境界 也从五圣境别落到度洁净 既天行隐隐感觉到 红成天的实力境界 可能与二护法相当 再度洁净七重和八重之间 这时 红成天面色慈祥地望着他 微笑着道 你这小子 也算是封神山的一个传奇人物了 两个月之前 你冒犯神主威严 招致大护法的惩罚 被罚到神书阁去扫地 如今却又引得神域降临 成了两百年一遇的神域之子 住进这天圣宫中 这般一波三折的经历 还真是精彩啊 书罢 红成天啰着胡须 苍老的脸庞上绽放出了由衷的微笑 既天行看得出来 红成天本就心性豁达 和蔼慈祥 对他又刮目相看 所以言辞兼颇为欣赏 于是他站起来 拱手向红成天行礼 见过三护法 红成天摆摆手 微笑着道 不必拘泥于繁文入节 也不用叫什么三护法 称老夫一生红老即可 一边说着 他竟主动在纪天行身边盘膝坐下 纪天行也不客气 与他并肩而坐 望着天空与朝阳 绕有兴趣地续谈起来 同老 你今日怎么也来圣坛 难道也是为了等待神光 同成天点了点头 但笑道 是啊 这么多年来 老夫每年都要来四次 其中必有一次能得到神光洗礼 纪天行想了一下 问道 我听说神国降下的神光 对原神境和度洁净的武者最有用 对武圣强者却无多少功效 你每年都受神光洗礼 难道跟你的伤势有关 红成天偏头看了他一眼 笑意玩味地道 你这小子 果真如外面传言那般 真是洒脱不羁 随心所欲 若是其他弟子和神徒 哪怕心里明白 也不敢当面问出来 你小子倒好 当着老夫的面就问这件事 不是诚心结老夫的短妈 虽然他嘴上这么说 但表情和语气中 却无一丝责怪的意思 既天行也露出一丝微笑 语气平静地道 有些人表面谦卑有理 风度偏偏 内心却是阴险毒辣 鬼欲伎俩 而我不同 既无所求 便无需卫装自己 我之所以当面询问 也是关心洪老的伤势情况 洪成天注视着他 深有同感地点头道 嗯 你这小子年纪轻轻 倒是阅历颇深 感悟良多 说得一点也不错 老夫在天圣宫修身养性数百年 如今也是心静如水 反扑归真 从曾经的五圣镜 跌落到现在的杜结镜 也让老夫明目了许多道理 你有一点跟老夫很像 都厌烦尔与我乍雨勾心斗角 宁肯直率对人 不愿虚与威夷 出话之间 他面色平静地望着天空 嘴角擒着一抹淡淡的微笑 金灿灿的朝阳 映照着他的白袍和满头长发 令他犹如世外圣贤 云中仙人一般 细致出尘缥缈 他与既天形象见如故 颇为投缘 便打开了画夹子 闲聊起来 当年的事 是老夫最大的秘密 自然不能对人提起 不过 老夫的伤势太重 伤及元神 至今无法治愈 这些年来 老夫每年都要接受神光洗礼 以此压制伤势 避免继续恶化 另外 老夫还在潜心研究丹药之道 寻求治疗伤势的办法 若非有神光相助 老夫的功力早就急剧衰退了 数百年光阴下来 恐怕老夫比你也强不了多少 既天形听完之后 昼眉思存片刻 便试着问道 红老 能否跟我说说 你的元神伤势情况 又是什么症状 红成天有些诧异地看了他一眼 轻笑着道 怎么 难道你小子也懂得丹药之道 第1549章奇门神读 略知一二 既天形微笑着谦虚了一句 红成天只是笑了笑 并不做评价 不过 在他看来 既天形虽是神域之子 绝是天才 可既天形毕竟只有元神静的实力 就算再怎么钻研丹药之道 又能高明到哪里去 武者的眼光 见识和手段 都受限于实力境界 一个毕生经修丹道的天元静武者 论及丹道造义 无论如何也不可能超过略懂丹道的元神强者 老夫的伤势 你不必过问了 老夫研究了数百年 也无力自救 你就算知道了 又能如何 不过 你若想经修丹药之道 老夫倒是可以帮你 以后你遇到什么困惑和难题 尽管来找老夫 老夫定然为你解答 红成天望着既天形 微笑着道 虽说老夫已迭落到度洁净 可是丹道造义 仅次于明阳天下的几位丹圣 指点你不成问题 纪天形点点头道 多谢红老 以后若有机会 我会向你请教的 不过 我还是想知道你的伤势情况 或许我们集思广益 能找到治疗的办法呢 红成天又诧异地看了他一眼 哑然失笑道 你这小子 还真是固执又倔强 不肯死心啊 也罢 既然你如此关心老夫 那老夫便让你瞧瞧 一边说着 他伸出左手放到纪天形面前 纪天形明白他的意思 便伸出右手搭在他手腕上 释放神是探查他的病情 如果他能看出红老的伤势情况 红老才会告诉他具体症状 若他连基本伤势情况都看不出来 那也就没有谈下去的必要了 纪天形闭上双眼 专注地催动神是 进入红成天的体内 探查其原神 红成天也完全相信他 不设防备 任由他检查原神 两人都沉默着 摆袭时间后 纪天形才缓缓收回右手 睁开了双眼 如何 红成天似笑非笑地望着他 他微微点头 语气凝重地道 终神一损 其无有弊 劳神缺一 地形若无 心外淤色组三魂 红成天脸上的笑意顿时恋去 变得肃然 待纪天形说完之后 他一面现惊讶之色 双目中闪烁着欣慰的光芒 果然有点能耐 难怪你如此固执 原来早有自信 你说的没错 老夫元神的伤势情况 你已看出了八成左右 分毫不差 以你的丹药之道造义 足以比肩普通的度节强者了 实属不易啊 红成天的神色间 充满了欣赏的意味 毫不吝啬赞誉之词 红老过奖了 济天形谦逊了一句 面色正重地道 虽然我看出了八成 但剩下两成伤势症状 才是最重要的 还请告知 红成天已相信他了 便开口说道 自从元神受损之后 每逢吉英之境 便五神剧痛 四要分裂破碎 另外 老夫的元神身处 残留了一丝奇门神毒 专门克制神魂的剧毒 但红成天说完之后 祭天形便大概明白了 他把这些情况都记在心里 对红成天说道 红老 我曾看过几部上古医书 其中记载了类似伤势的治疗之法 若你愿意相信我 不妨给我几天时间 我便能为你找到疗伤办法 红成天原本不抱希望 也不太相信他真能找到办法 但既天形是神域之子 神主青睐的天才 又确实有几分一道天父 红成天考虑了一下 才微笑着点头道 天形 你能有此心意 老夫已经非常欣慰和感激了 你亮恋而行就是了 无论结果如何 老夫都会记你一个人情 既天形摆了摆手 道 红老言重了 我可不是为了让你欠我人情 只是我们投缘 我才愿意做这件事 红成天心笑着点了点头 并未多说 随后 两人坐在圣坛之巅 开始聊天 红成天住在天圣公西院 已经独居上百年了 孤独了太久 等遇上纪天形这样的绝代天骄 且两人趣味相投 他便与纪天形向谈圣欢 他谈起了风神山的往事 浩天塔的历史 还有六大地谷的兴衰起落 以及神武大陆的天下大势 他曾是明镇天下的武圣 自然是游历天下 踏遍了神武大陆 见闻十分广博 以前纪天形只是在书籍中 看过相关的记载和故事 如今听到红成天口述 便了解得更加清楚 不知不觉 一整天时间过去了 直到夕阳落山 夜幕降临之际 神光也没有降临圣坛 纪天形有些失望 红成天却早已习惯 并不觉得意外 还安慰他道 别着急 再过三个月 神光便有可能降临了 天黑之后 两人互道告辞 离开了圣坛 济天形回到东院 进入密室中 盘西坐在紫玉石台上 开始运功打坐 他催动元神进入剑神墓 落在十八道黑色墓碑前 右边第一块墓碑 是天书阁的入口 他伸出手掌触碰墓碑 立刻就被吸进了一堵空间里 下一刻 他出现在茫茫云海中 脚下是一座白玉石桥 他轻居熟路地跨过石桥 进入天书阁中 开始查阅藏书和古籍 之前他对红成天说的话 并不是托词 他的确在天书阁里看到过 有某部古籍中 记载了类似的情况 而且天书阁里收藏的古书 都是罕见的珍宝和圣级以上的功法 可谓是包罗万象 无所不有 同成天的元神伤势很重 等闲的五圣强者也无法治疗 但他相信 天书阁里肯定能找到相应的治疗办法 时间无声流逝 一天时间很快过去了 济天行在天书阁里 连续查阅了上百本圣级伊点和单书 终于 当他看完半部齐读异商论点时 皱折的眉头忽然舒展 脸上也露出了欣慰的笑意 没错 就是这本伊点 描述的症状与红老的情况一模一样 他满脸欣喜地捧着齐读异商论点 离开了天书阁 原神归位之后 他坐在密室之中 专心致志地阅读伊点 领悟书中记载的治疗之法 第1550章读一把 根据齐读异商论点中的记载 红成天元神中的奇门神毒 是一种非常罕见的邪毒 那种邪毒并不属于人 妖魔三族 而是来自于神秘的弟弟深渊 正因如此 红成天研究了数百年 也无法化解齐毒 就算大护法是五胜强者 也无法帮他疗伤 继天行看完伊点后 发现书中记载的治疗方法有些复杂 想要治好红成天的伤势 不仅要服用一颗天金玉神丸 还要在五行灵气充裕之地 借助地心火金石和天外玄兵 疗伤三年时间 既天行将伊点放了回去 暗暗琢磨着 地心火金石和天外玄兵 都是一等一的珍贵材料 不过好天塔统御六国 拥有无穷无尽的资源和宝物 应该不难凑齐这两样宝物 最重要的还是天金玉神丸 要用到十九种珍贵材料 还得圣级丹炉才能炼制 这个有些麻烦 他既没有那十九种珍贵材料 也没有圣级法宝丹炉 想要炼制天金玉神丸 他只能去找红成天 一日清晨 他离开东院 赶往红成天居住的西院 西院的建筑风格和面积 跟东院差不多 不同的是 红成天独自居住于西院中 只有两个侍卫把守大门 两个侍女伺候他 不像继天行的东院 侍卫和侍女家起来上百人 继天行向侍卫道明来意后 侍卫便领着他进入西院 抵达一座幽静的宅院中 此时朝阳升起 金灿灿的阳光洒在宅院中 一身白袍的红成天 正坐在宫殿的房顶上 面向朝阳 安静地打坐练功 他的身躯似乎与天地融合 一呼一息之间 吞噬漫天朝霞 卷动天上流云 见此情景 既天行不禁露出一丝微笑 心生敬佩 以红老的修为和手段 当真如传说中的神灵一般 参霞迎景 以日月为时 他没有开口打扰 安静地站在院中等待着 半个时辰后 红成天才结束修炼 从房顶上飞下来 落在院中 天行 你一大早来找老夫 所为何事 红成天左手赋于身后 右手握着胡须 微笑地望着季天行 季天行微笑着点头 打了声招呼 开门见山地道 红老 我已找到为你疗伤的法子 不过需要你帮忙 沉默 红成天顿时一惊 不可置信地道 这才隔了一夜 你便有办法治疗老夫的伤势 天行 若不是老夫对你有些了解 真要怀疑你是不是拿老夫寻开心 既天行知道他心中震撼 且不敢相信 他也不多说什么 拿出一张纸条 递到红成天的面前 我需要一尊圣吉丹炉 炼制一颗天金玉神丸 这是炼丹所需的十九种材料 还请红老背齐 另外 红老还要准备九块地心火金石和十二块天外悬兵 也是为你疗伤所用 红成天见他神色郑重 说得煞有介事 便愈发震惊 连忙接过纸条仔细查看 待他看完那十九种炼丹材料 脸色就变得愈发凝重 皱眉全横了片刻之后 他目光灼灼地注视着济天行 说道 天行 老夫知道你一番好意 也知道你是盖世奇才 创造许多奇迹 但是这一次老夫真的要慎重考虑 当然老夫并非不信任你 只是这十九种炼丹材料 还有地心火金石和天外悬兵 都是顶尖的天才地宝 价值连城 别说普通的五圣强者 纵然是一个帝国 也不可能在短期内凑够这些材料 既天行点点头表示明白 我明白 这些材料都是顶尖的圣品 不过以封神山的权势和底蕴 应该不难凑齐 红成天点头道 不错 大多数材料号天塔内都有 缺少的几种材料 也可很快搜集到 但老夫为了治疗自己的伤势 如此耗费封神山的财富 实在心中难安 如果成功还好说 一旦失败的话 老夫也面对几位护法 更没脸面对神主大人 既天行摇了摇头 微笑着安慰道 红老多虑了 你曾是镇守号天塔的大护法 为神主立下了汉马功劳 就算你取用这些天才地宝也是应该的 没有谁会对你不满 另外 我有八成的把握能成功 还请红老放心 八成把握 红成天顿时瞪大眼睛 露出浓浓的惊讶之色 呃 既天行争了一下 善善笑道 毕竟我也不敢打包票 只能尽力一试 如果我能突破到杜捷径 便有时成把握了 红成天更加震撼 苍老的脸庞也泛着红润 与其激动的道 不是 你误会了 老夫的意思是 八成把握已经很不可思议了 你这小子 老夫至今仍不敢相信 你究竟是在匡骗老夫 还是老夫的福星 他受伤隐居数百年 实力不断衰落 想尽一切办法自救 却始终无能为力 如今 既天行为他带来了一丝希望和曙光 哪怕他心境如止水 此刻也为之失态 难以置信 只觉得如同做梦 既天行理解他的心情 并不多说什么 只是问道 若没什么问题 那我先告辞了 等你凑齐材料再通知我 说吧 他向红成天告辞 转身离开了西院 红成天手握着那张纸条 望着他的背影离去 双目中还闪烁着激动的金光 两久之后 他才收回目光 将纸条郑重地收起来 究竟是福还是货 连神主大人都青睐他 老夫就相信他一次 补一把 他与其坚定地呢喃一句 连忙准备炼丹材料去了 五天时间一晃即过 既天行在冬院里修炼五天时间 第六天一早 他正在密室中修炼 便有侍卫禀报消息 称三护法来找他 于是 他结束修炼走出密室 赶到书房中 红成天正坐在书房中 眉宇间挂着一抹疲惫之意 显然 这几天时间 他为了凑齐炼丹材料 费尽了心力 见即天行进入书房 红成天与他打了声招呼 便将一枚空间戒指交给他 天行炼制天金玉神丸的十九种材料 老夫已经准备好了 毕星火金石和天外玄兵战石还没凑够 但老夫已经传令下去了 最多三个月内便可凑齐 第1551张坟天顶 既天行很清楚 那些材料究竟有多么珍贵 他本以为 红成天至少的耗费十天半个月 才能勉强凑齐 没想到 这才过去几天时间 红成天就把炼丹材料准备齐全了 他接过空间戒指 对红成天说道 红老 治疗你的元神伤势 主要依靠天金玉神丸 至于地心火金石和天外玄兵 只是辅助治疗的 并不急于一时 红成天点头表示明白 如此老夫就放心了 既天行又道 材料足够了 不知能否借红老的炼丹房一用 红成天争了一下 略有些尴尬的道 老夫的戏院里 确实有一座炼丹房 只是那丹炉都是杰吉 并非圣吉的 既天行微微皱眉 有些遗憾的道 这恐怕不行 必须的圣吉丹炉 才能成功炼制出天金玉神丸 红成天考虑了片刻 才开口到 北方的悬崖边 有一座闲置的坟天宫 那里曾是山边最大的炼丹房 其中有一座圣吉丹顶 不过早在百年之前 那座圣吉丹顶出了点问题 也不知缺失了什么 便一直停用到现在 既天行摆了摆手 微笑着道 有圣吉丹顶就好 我带惠儿去看看情况 红成天有些担忧 劝道 天行 老夫曾经检查过那座坟天顶 却查不出是何问题 也无法启动他 你若是要用那座丹顶 不妨去找大护法 让他帮你检查一下 或许能顺利开启 嗯 既天行点了点头 并未多说什么 两人又聊了几句 红成天才告辞离去 既天行也不耽误时间 离开天圣宫 禁止赶往北方的坟天宫 一刻钟后 他穿过十几座金碧辉煌的宫殿 抵达坟天宫外 这是一座高达百丈 出立在悬崖边的古老宫殿 通体成暗红色 房顶铺满了火红的琉璃瓦 只是 宫殿外的广场上落了浮灰 宫殿大门也紧闭着 既天行一眼望去 宫殿内外看不到一道身影 根本没有侍女和侍卫 他迈步跨过台阶 走到宫殿大门口 十丈高的宫殿大门上 刻满了复杂的纹路与图案 组成强大的防御阵法 四枚巨大的古铜门环 隐约献出斑驳的秀姬 显然已有多年不曾动过 既天行拿出大护法赠予的神子令 放进门环的凹槽中 顿时 宫殿大门的阵法启动 亮起了耀眼的五彩眩光 随着压压压的闷响声传出 宫殿大门缓缓朝两侧打开了 既天行迈步跨过大门 进入坟天宫的大殿中 当他踏进大殿时 原本光线幽暗的殿堂里 立刻亮起了绚烂的灯光 四周墙壁上亮起宝石明灯 穹顶上镶嵌着千万颗明珠宝石 也熠熠生辉 既天行站在大殿中 平静地四下打亮 只见 宽阔的大殿足有百丈方圆 由六根珠红苗金的梁柱撑起 四周墙角处摆放着古老雕像 大殿中间则矗立着一座十丈高的青铜锯顶 那座铜顶的造型古老而奇特 顶身成六边形 有六尔和六足 顶身上雕刻着飞天火缝 奇特的是 铜顶的六足迁入地面 似乎连接着地底 铜顶四周的地面 也不是普通砖石 而是用极品灵域铺成 散发着浓郁的灵气 看来这就是坟天顶了 既天行围着铜顶转了一圈 打亮几眼之后 便离开了大殿 他进入大殿两侧的偏殿 依次查看了书房 单房 火室和除药房等等 半个时辰之后 他便把坟天宫的格局弄清楚了 整座坟天宫 建造在悬崖边上 后方就是万丈深渊 这座坟天宫是一整座圣级大阵 核心就是坟天顶 坟天顶不但要汲取周围万里的天地灵气 还要通过阵法 汲取封神山下的地心灵火 既天行准备了片刻 便徽长释放出两道岸金色的法力 注入坟天顶中 尝试启动单顶 然而 他释放的法力却向拟牛入海 毫无反应 之前红成天就说过 这座坟天顶是有问题的 已经停用了上百年 他继续使用不同的手段 将法力注入坟天顶中 尝试开启单顶的阵法 然而 他连续尝试了十几次 都以失败而告终 事实证明 红成天说的没错 这座坟天顶的确有问题 缺失了某些核心的东西 不过 问题究竟出在哪里 既天行平静下来 就没观察着坟天顶 默默地私存着 片刻后 他飞到铜顶的上方 释放出神式力量 笼罩整座坟天顶 一点点仔细分析着 时间悄然流逝 风神山上 日升月落 一天又一天过去了 坟天宫的大殿里 却一直安静无声 被保持明灯映照的 鲜蚝壁线 分不出昼夜 既天行忘记了时间流逝 专注地检查坟天顶 探查问题所在 三天之后 他找到了问题的症结所在 但又不明就里 于是 他原地打坐 原神进入天书阁内 查阅有关圣及丹顶的藏书 两天之内 他快速查阅了上万本古籍和藏书 对于圣及丹炉和丹顶 他已经是了若执掌 洞悉得非常透彻 他对照几十本古书里的描述 揣摩分析了很久 终于明白了坟天顶的问题所在 并找到了解决的办法 他又进入宫殿的地底 找到千丈深处的地火大阵 施法修复大阵 但这只是修复坟天顶的第一步 两天后 他又顺着风神山向地底潜入 进入到百里深的地心岩层中 岩层里布满了地火和岩浆 湿热无比 地形构造也无比复杂 他强忍着被制考的痛苦 咬牙坚持着 耗费两天时间 总算修复了六个阵法节点 支撑坟天顶运转的阵法 终于被修复了 还差最后一步 只要修复坟天顶的内部阵法 便可顺利启动它 既天行又回到坟天崩中 钻进坟天顶内 施法修复阵法 又是一天过去了 第十天的傍晚 他终于把坟天顶内的阵法修复了 至此 这座圣骑丹顶总算恢复正常 能顺利运转了 既天行连续忙碌十天 法力消耗极大 元神也颇为疲倦 他打坐调习一整夜 准备第二天开启坟天顶 第1552章遮天红霞 清晨之际 去日东升 温暖和许的阳光 洒落在风神山巅 数十座宫殿都一片金光绚烂 显得颇为神圣安宁 天圣宫的西院 红成天又像往常那般 飞到房顶上打坐练功 他坐在飞檐上 面朝东方的朝阳 闭着双眼运功 随着他的呼吸吐吶 天边云霞都为之涌动 日月精气都被他吞噬炼化 清晨 是阴阳交代之际 夜晚的月华精气还未散去 白昼的日光精华已经降临 此时最适合修炼 红成天打坐了半个时辰 便把天边的流云与朝霞都炼化 风神山巅变得万里无云 一片晴朗 磅驳浩荡的日月精气 在他体内滚滚流淌 滋养着他的元神伤势 他缓缓收工 睁开了双眼 然而 当他看清天空中的景象时 却当场愣住了 原本晴朗明亮的天空 不知为何 又不满了万里朝霞 火红耀眼 这 怎会有如此天地异象出现 难道这是什么征兆 红成天顿时皱起了眉头 双眼中闪过一抹忧虑之色 他仰望着天空 紧盯着漫天红霞的流向 动用天机密法 分析其中的天机大道 如果那火红云霞真的是某种预兆 他必须提前推演出来 那预兆是吉还是凶 然而 当他施展天机密法之后 却根本推演不出结果 更看不出吉凶 这就让他更加疑惑了 心中愈发震撼和担忧 这到底是什么预兆 竟然如此神秘 连大眼周天密法都无法推测半点线索 若是大吉之兆 这定然是汇集百万黎明的圣景 若是大凶之兆 这恐怕是毁天灭地的灾难啊 想到这里 红成天立刻飞下房顶 迈步走出宅院 要去找大护法商议此事 然而 他刚走出宅院 便看到花园中的十几个侍卫和侍女们 都驻足望着天空 正窃窃私语地议论着 那些侍卫和侍女们 目光都望向北方天空 神色间充满了惊讶和震撼 天哪 那冲天的火光是怎么回事 看那火光亮起的位置 似乎在北方边缘 好像是焚天空的位置啊 我记得很多年前 三护法在焚天空内炼丹时 好像也有这种天火出现过 我听说焚天空已经关闭上百年了 好像丹顶出了什么问题 无法启动 怎么现在又开启了 红成天的实力强大 耳聪慕名 自然听到了几个侍卫们的议论声 他顿时身躯一江 脚步愣在原地 缓缓扭头望向北方天空 当他看清楚 那漫天红霞确实是从焚天空里冒出来的 立刻就恍然大悟了 呵呵呵 没想到啊 竟然是焚天空的阵法启动 引起了冲天火光形成云霞 老夫竟然还误以为是什么天地异象 真是汗颜 他露出了满脸自嘲的笑意 心中略有些尴尬 不过 他马上就反应过来了 脸上的笑意立刻变成浓浓的震惊 不对 焚天空已经闲置百年了 焚天顶根本无法启动 怎么可能引起冲天红霞 难道是继天行启动了焚天顶 这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老夫亲自检查过焚天顶 正法与丹顶核心有所缺失 绝不可能顺利启动啊 想到这里 红成天的情绪有些激动 双目中闪烁着金光 以继天行的实力境界 绝不可能修复焚天顶 他肯定是找大护法帮忙了 也只有大护法 拥有五圣镜的实力 才有可能启动焚天顶 难怪继天行连续时天都没露过面 原来他真的去了焚天宫 真的要开炉炼丹了 老夫得去看看 究竟是怎么回事 红成天心中充满了震撼和期待 迫不及待地离开西院 赶往北方的焚天宫 与此同时 整个封神山巅都被惊动了 六国的青年天才门 一大早就看到了遮天蔽日的红霞 将大地都映照的一片火红 几位神使和无数金甲侍卫 侍女们 也看到了红霞这天的景象 各座宫殿里 几座广场上 还有许多花园与走廊之中 无数人都在议论这件事 众人都望着北方的天空 看着绚烂红霞带来的瑰丽景象 议论着红霞出现的缘由 一大清早 怎么会出现这天蔽日的红霞 如此火红耀眼 那片红霞起码有几万里方圆吧 其中还蕴含着灼热的火气 好像是天火啊 从红霞的起源来看 好像是在北方的焚天宫 奇怪了 焚天宫不是闲置百年了吗 我听说焚天宫是炼丹圣地 不过在百年前丹顶坏了 就再也没有开启过 难道有人修好了焚天顶 又重新启动了吗 据说焚天顶是圣级丹顶 只有五圣镜的强者才能修复和使用 肯定是大护法亲自出手了 啊 大护法亲自出手 在焚天宫里炼制丹要吗 肯定是今世的圣丹啊 咱们快去看看吧 能亲眼目睹大护法炼制圣丹 是我们的福气 并能让我们受益终生 类似的对话 在封神山的各座宫殿里上演 六国的青年天才门 还有一些不用职守的侍卫和侍女们 纷纷赶往焚天宫 就连几位神使和红成天 也正在赶往焚天宫的途中 毕竟焚天宫是炼丹圣地 却不是禁地 并不禁止弟子和侍卫侍女们靠近 早在百年之前 焚天宫还正常运转时 大护法偶尔还会开炉炼丹 每当他出手炼丹时 便是封神山上的一大圣会 吸引无数人围观和学习 不过 炼制圣丹的材料价值连成 并不能轻易凑齐 大护法也是隔二十多年才会炼制一次 自从焚天顶出问题后 他便再也没炼过圣丹 如今 十个百年之久 大护法终于再次开炉炼丹了 所有人都兴奋激动 满怀期待地赶往焚天宫 聚集在宫殿大门外 哪怕不能近距离观看大护法的炼丹手法 能在宫殿外吸收一些圣丹灵气 也是受益无穷的好事 短短两刻钟后 焚天宫门外的广场上 便聚集了一百多人 所有人都心情激动地望着焚天宫 脸上布满了期待之色 第1553章金氏骇俗 众多天才和侍卫 侍女们 三五成群的聚集在广场上 焦头接耳地议论着 忽然 有人看到了红成天 正步伐匆匆地穿过人群 往坟天宫大门走去 一些认出他的侍卫和侍女们 顿时发出了一阵惊呼和议论声 咦 那不是三护法吗 连他也被惊动了 真的是三护法 奇怪 三护法已经在天圣宫隐居数百年了 很少露面现身 今日怎么也来了 三护法 就是那位曾经的武圣强者 上一任大护法吗 对 就是曾经的大护法 如今任职三护法 一直镇守着天圣宫 三护法向来和蔼可轻 对谁都没有架子 大家都称他红老 话说红老修身养性多年 心如止水 怎么会来看热闹 随着议论声响起 许多侍卫 侍女和青年天才们 都恭敬地向红成天行礼打招呼 红成天快步跨过人群 对于众人的礼貌招呼予以回应 微笑着点头示意 在众人的注视下 他走到焚天宫的大门口站定 高声说道 大护法 红成天有事求见 广场上的一百多人 之前只是猜测 在焚天宫里炼丹的人是大护法 如今听到红成天的话 便更加确定炼丹之人是大护法 所有人都盯着宫殿大门 翘首以待 等着大护法出现 然而 一道威严洪亮的声音 却在广场边缘响起 红老 您找我有何事 陡然听到这道威严的声音 所有人都扭头望向身后 只见 广场边缘正有一位身穿金袍的 睽违老者 龙香虎步地走来 此人须法皆白 皮肤成骨铜色 双目晶亮而深邃 浑身散发着不怒自威的霸气 在场之人 没有人不认识他 正是大护法无疑 同成天看到大护法迈步而来 当场就愣住了 双目中露出浓浓的震惊之色 六国的青年天才和诸多侍卫 侍女们 也露出了不解之色 满腔疑惑 众人都以为大护法在焚天宫中炼丹 才赶来围观 希望能沾点圣丹灵气 可现在 大护法就在广场上 根本不在焚天宫内 红成天回过神来 语气有些激动地问道 大护法 你怎么没在焚天宫中 难道在宫中炼丹的人不是你 大护法迈步朝他走去 摇头答道 炼丹 焚天宫里的那尊焚天顶 不是已经坏掉 闲置百年了吗 本作也是被遮天宫霞惊动 才敢来查看究竟 这 这怎么可能 难道真的是他 红成天欲发震惊 只觉得不可思议 双眼中闪烁着浓浓的金光 大护法走到他面前站定 疑惑地问道 红老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您不是在天圣宫里静修吗 怎么也敢来看热闹 红成天双目中闪烁着金光 望着大护法 与其郑仲弟问道 大护法 你实话告诉老夫 纪天行之前找你帮忙了没有 纪天行 他找我帮什么忙 大护法更是一头雾水 不明就理 红成天总算确定了心中猜想 满腔震撼地发出一声惊呼 原来真的是他 他竟然修复了破损的坟天顶 成功开启了圣顶 大护法听得迷糊 连忙问道 红老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您快别卖关子了 红成天深呼吸及口气 才贫富激动和震撼的心情 语气郑重地解释道 事情是这样的 既天行住进天圣宫后 与老夫在圣坛上相遇 我们相谈甚欢 一见如故 那小子看出老夫的伤势 便提出要帮老夫治疗伤势 大护法顿时一惊 不可置信地问道 此事当真 连本作都对您的伤势无可奈何 既天行只有原神尽实力 怎么可能帮到您 红成天目光灼灼地望着宫殿大门 语气感慨地道 一开始老夫也不相信 可既天行说得言之凿凿 将病情分析得颇为透彻 而且 他通晓古经 博览群书 颇有一道天赋 竟然真的找到了治疗方法 老夫便帮他凑齐了炼丹的药材 告诉他坟天顶是圣吉丹顶 可以帮他炼药 听到这里 大护法已经全部明白了 他也被震撼的面色巨变 双目中涌动金光 惊呼道 所以 既天行就把坟天顶修复了 并顺利开启圣顶 开始炼丹了 红成天露出欣慰和激动的微笑 点点头道 目前看来 正是如此 广场上的各国天才 众多侍卫和侍女们 总算听明白了事情的缘由 顿时 众人都被震惊得无以复加 表情变得十分精彩 众人愣神许久之后 才爆发出热烈的惊呼和议论声 天哪 我还以为是大护法在炼丹 没想到是纪天行 太不可思议了 纪天行竟然能修复损坏的圣顶 这也太逆天了吧 我也有原神境的实力 可我别说修复圣顶了 哪怕是一尊完好的圣顶 我也无法启动啊 虽说纪天行是神域之子 可他实在太鲁莽了 就凭他的实力 也敢触碰圣顶 若是出了意外 谁来负责 绝大多数人 都被纪天行的壮举震撼到 心中掀起惊涛骇浪 难以置信 但还有少部分人 觉得纪天行 纯粹是为了出风头 故意搞出这么大的动静 最后的结果 必然会失败 既天行只有原神境实力 若他能修复圣顶 操纵圣顶炼制出圣丹 那神武大陆上便 帝都是一圣和丹圣了 大护法皱眉私存了许久 才露出凝重的表情 连连摇头道 虽然这件事令人震撼 可是这也太胡闹了 焚天顶是圣物 关系着整座封神山的灵脉 既天行虽是神域之子 奈何只有原神尽实力 怎么可能操纵圣顶 炼制圣丹 这简直就是胡来 若是酿成大祸 可如何是好 红成天面色复杂地点了点头 解释道 老夫提醒过天行 可以找你帮忙修复圣顶 没想到他压根没找过你 自己就修复了 老夫也担心他 万一出了什么差池 让他受到伤害 老夫心中难安啊 不如咱们进入焚天宫去看看情况 助他一臂之力 第1554章7日成圣 大护法和红成天 都是满腔担忧和焦虑 可大护法忧虑的是 怕祭天行贸然操纵焚天顶 破坏风神山的灵脉 引起天地巨变和灾难 而红成天是担忧祭天行的安危 生怕祭天行被焚天顶所伤 毕竟祭天行一番好心 为了帮他治疗伤势 才会进入焚天宫 若是祭天行受到什么伤害 他心里过意不去 听了红成天的话 大护法心中暗想到 祭天行究竟有什么魅力 竟然与红老结成望年交 让红老如此关心 他也不耽误时间 连忙徽掌打出一道法印 按在宫殿大门上 顿时 宫殿大门亮起五彩光滑 缓缓朝两侧打开了 当宫门打开那一杀 有邦博浩荡的天风地活于五行灵气 从大殿中狂涌而出 如洪水一般朝广场上倾泻 广场上的诸多天才和侍卫侍女们 还没反应过来 就被汹涌的天地灵气包裹 冲击得头晕目眩 当然 众人并未受到伤害 反而汲取了邦博的天地灵气 因此而获益匪浅 同成天面色一变 连忙迈步跨入大殿 目光担忧地望向殿中 大护法也担心圣柄出问题 紧跟着进入大殿中 当两人看清大殿中间的情景时 却当场愣住了 露出满脸惊诧之色 只见 方圆百丈的地面 都亮着五彩的灵气光滑 浓郁至极的灵气 结成千万条脉络 纵横交错的铺在地面上 连接着中间那座坟天顶 原本古仆无华的青铜巨顶 此时绽放着五彩光芒 十分绚烂夺目 巨大的顶口中 还升腾着赤红的火柱 不断翻涌出恐怖的热浪 身穿白袍的济天形 正盘膝坐在坟天顶下 背对着宫殿大门 面朝着坟天顶 他正专注地运功施法 操纵天地圣阵 催动坟天顶的力量 大护法是五胜强者 红成天是曾经的五胜 也是丹道大宗师 凭两人的眼光和见识 当然看得出来 坟天顶毫无异样 正常启动和运转着 济天形正在执行炼丹的第一步 给丹顶预热 为投入炼丹材料做准备 他竟然真的把坟天顶修复了 天哪 他真的要开始炼制圣丹了 大护法和红成天对视一眼 都发出了不可置信的惊呼 两人都有五胜心境 稳如磐石 形怒不形于色 泰山崩于前而四不变 但是此刻 两人的心境都有些乱了 背济天形震撼的新潮狂涌 若非亲眼所见 他们怎么也无法相信 一个原神境的武者 能完成如此奇迹 两人回过神来 仍然情绪激动地议论着 当年我们亲自查看过坟天顶 都找不出问题的癥结 更无法修复 这小子怎么做到的 是啊 本座一直以为 唯有神主大人亲自出手 才能解决坟天顶的问题 没想到 既天形创造了如此奇迹 难怪他才入封神山不久 就能得到神主的青睐 成为神域之子 老夫现在对他越来越喜欢了 既天形又立大功了 他成功修复坟天顶 本座必须慎重考虑 该如何奖赏他 就在大护法和红尘天低声议论时 专注施法的既天形 忽然开口说话了 请二位出去谈话 不要打扰我练至圣丹 他的语气低沉平静 还蕴含着一丝不容置疑的威严 若是换作别人 胆敢说出这种话 大护法定然要发怒 狠狠择罚 但这句话是既天形说的 所以 大护法也不生气 满脸欣慰的道 天形 你放心炼丹即可 若有什么需要 尽管告诉本座 本座一定帮你 同成天也落着胡须 面带微笑的道 天形 你千万不要勉强 更不能伤到自己 无论成功与否 你能创造如此奇迹 老夫已经非常高兴了 既天形仍然背对着他们 一边运弓催动法阵 一边说道 多谢二位关心 还请去殿外等候 不要让任何人打扰我 最多七天之后 圣丹便可炼成 届时我们再续谈 同成天顿时一惊 不可思议的瞪大眼睛 惊呼道 什么 七天 你只用七天时间 就能炼成一颗圣丹 这怎么可能 大护法也被震撼的双目暴征 只觉得如听天书 当年红老亲自施法 哪怕炼制一颗圣级下品丹药 也得两个月时间 七天就能炼成圣丹 你不是开玩笑吧 大护法并未说明 以前他出手炼制圣丹时 往往需要五个月甚至半年 像红成天这种丹道大宗师 只用两个月炼成圣丹 已经让他无比敬佩了 至于七天炼成圣丹 他无法相信 也没听说过 他甚至怀疑 七天时间炼出来的丹药 能吃吗 季天行依旧闭着双眼 专注的运功施法 不再多说一个字 大护法心中充满了担忧和疑虑 但又不好多问 倒是红成天比较心宽 一副笑呵呵的模样 心情十分高兴和激动 他拍了拍大护法的肩膀 传音说道 天行是神域之子 我们要相信他 给他证明自己的机会 不要再多问了 咱们也别打扰他 先出去再说吧 于是 红成天转身跨过宫殿大门 当先离开了大殿 大护法犹豫了一下 才跟着他离开 当两人回到屋檐下 宫殿大门又自动关上了 广场上的众多天才 侍卫侍女和几位神使们 此时早已炸开了锅 都满腔惊叹地议论着 方才宫殿大门打开时 众人都向大殿里张望 隐约看到了殿中的情况 众人都看到 大殿的地面有神秘阵法在运转 巨大的青铜顶上缭绕火光 散发着强大的灵气波动 在坟天圣顶下 还端坐着一位白袍青年 看那背影 正是既天行无疑 事实证明 旧时既天行修复了坟天顶 并用圣顶炼丹 这个爆炸性的消息 让所有人都被震撼的目瞪口呆 难以置信 接下来 大护法的一句话 更是让众人兴奋 嫉妒得几乎发狂了 神域之子既天行 成功修复了贤至百年的坟天顶 正在坟天宫中炼至圣丹 接下来七天 坟天宫戒严 严禁任何人闯入大殿 若有人敢打扰既天行炼丹 本座定然从众处罚 第1555章圣火坟天 大护法的语气十分威严 这道命令足以证明他对既天行的器重和信任 各国青年天才们都为此而心生羡慕 嫉妒的双眼发红 人群中 宋詹玉凝望着宫殿大门 表情有些难看 双目中涌现出忧虑之色 短短三个月时间 各国的神徒候选者们 实力并无多少进展 既天行却在风神山混的风生水起 名声大噪 深受大护法和三护法的器重 可恶 他已经住进戒备森严的天圣宫 我想夺取他的藏天剑 也很难找到机会了 从他收到白夜圣地的密令 到现在才一个多月而已 可就是这一个多月里 既天行突然成为神域之子 受到所有人的关注 还被大护法器重 他还来不及施展阴谋和计划 甚至连藏天剑都没见过 这让他怎能不心忧如焚 焦急万分 千雪帝国的人群中 将凝雪孤身而立 他双眸凝视着宫殿大门 绝美的脸颊上挂着一抹惆怅之色 眼神有些复杂 他怎么也没想到 短短一个月内 既天行就成了神域之子 还修复了圣顶 赢得大护法与三护法的器重 尽管既天行只是名誉上的第四天才 可他的耀眼光芒 已经压过了所有天才 回想起他故意接近既天行时 心中对既天行的不懈和抗拒 不知为何 他突然觉得有些后悔 心中不禁自嘲地笑了笑 当初陆离逼我去接近他 我还心存抗拒 既天行对我是好 我还对他轻蔑不懈 如今他成了神域之子 也不知对我是否还有情意 广场的边缘 有一座三十丈高的宫殿 宫殿的房顶上 矗立着一道洒脱不羁的身影 这是个与众人格格不入的青年 身穿着一套灰麻布衣 脚上穿着一双黑布鞋 满头长发用麻绳扎成一根麻尾辫 他迎风站在房顶 鞋椅在宫殿的飞檐上 手里拎着一口青色的酒葫芦 毫无疑问 他正是本届神徒候选者的第一天才 秦苍穹 秦苍穹的灵力目光 望着广场另一端的焚天宫大门 时不时仰头饮一口烈酒 浑身散发着越来越浓烈的战役 原本我以为 这一届的神徒 竟是不入流的草包货色 无人能与我匹敌 现在看来 只有他才配做我的对手 他抬袖擦去嘴角的酒渍 自言自语的喵喃一声 建大护法宣布命令后离开了广场 他也转身飞下房顶 返回苍龙宫去了 接下来几天 风神山巅一直处于热闹和喧嚣中 既天行修复圣鼎 在焚天宫内炼至圣丹的消息 如风一般传遍了整个风神山 不仅六国天才们得知此事 就连无数侍卫和侍女们 也在议论这件事 每个听到消息的人 都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还以为自己听错了 确认消息之后 众人都惊骇莫名 只觉得不可思议 只有五圣境的强者 才能操纵圣鼎 炼至出圣级丹药 这是五道世界的共识 可既天行打破了这个尝试 颠覆了众人的认知 更何况 他还放言在七天内炼圣丹 这更是闻所未闻的奇迹 几乎所有人都觉得 既天行一定是疯了 竟然大放厥词 说出这般狂妄的话语 众人都抱以否定和质疑的态度 等着七天期限到来 到时候 既天行要是炼不成圣丹 可就自己打脸了 众人定会不遗余力地嘲笑他 这天蔽日的虹霞 足足持续了七天之久 不论白天还是黑夜 风神山巅都被一片红光笼罩着 天地间充斥着浓浓的灵火和灵气 各国的青年天才 还有许多侍卫和侍女们 都守在焚天宫外不肯离去 焚天宫内不断易散出强大的灵气 使得宫殿四周都一片五彩朦胧 犹如仙境一般 在这七天里 众多天才们和侍卫 侍女们 汲取了海量的天地灵气 比得上瓶时苦修两个月 终于 七天时间过去了 第八天到来 黎明时分 天地间一片幽暗 焚天宫四周被红侠罩的暗红 各国的青年天才们 都聚集在焚天宫外的广场上 等着结果揭晓 大护法 红成天和六位神使 也纷纷赶到焚天宫外 许多青年天才们 正窃窃私语地议论着 七天期限已过 这已经是第八天了 祭天行怎么还没出来 哼 七天炼成圣丹 这种不知天高地厚的话 你们还真相信啊 我听说 就连大护法和三护法 也得两个月才能炼成圣丹 凭祭天行的实力境界 恐怕半年都未必能炼成 大护法望向红成天 传音问道 红老 七天期限马上就过了 您觉得 红成天啰了啰胡须 眸光坚定地道 虽然 理智告诉老夫 以天行的实力 绝不可能七天炼成圣丹 可不知为何 老夫总觉得此子非同凡响 将来定然是 翱翔九天的真龙 或许 他真的能创造奇迹 大护法唯唯汗首 面色复杂地道 红老您一生 侍奉神主大人 忠烈无双 我们都希望能出现奇迹 治好您的伤势 虽然 指望天行在七天内炼成圣丹 太过虚无缥缈 可本座心中也存有一丝希望 或许它能带给我们惊喜吧 灵道义和几位神使们 也在暗中议论着 不过 除了灵道义对计天行 有几分信心 另外五位神使都暗暗摇头 对此并不抱希望 不知不觉 半个时辰过去了 天色将亮 东边天际出现了一抹红光 朝阳即将升起 就在这个时候 焚天宫内忽然涌出冲天的火光 化作三道千丈高的火龙 直冲天穷 那一杀 耀眼火光照亮半边天 好似朝阳提前升起了一班 第1556章时被暴打 广场上 正在低声议论的众人 全都安静下来 所有人都抬头仰望天空 盯着那三条冲天而起的火龙 露出满脸惊讶之色 三条耀眼的圣火巨龙 在天空中寒旋飞舞着 发出高亢的龙吟之声 两久之后才消散 看到这一幕 大护法和红成天两人 都露出了激动的表情 红成天满腔欣喜的惊呼道 这是圣丹出世的天地异象 圣火焚天 三龙耀日 济天行果然炼成了圣丹 大护法的脸上也布满惊喜之色 颇为不可置信的道 真没想到 七天骑线刚到 这小子果真炼出了圣丹 如今的神武大陆上 能亲手炼制圣丹的 都是五圣强者 总数也不过五十 而既天行如此年轻 裁员神尽十利 便能炼出圣丹 这小子真是个怪拍啊 六位神使和各国天才们 都看到了三龙耀日的天地异象 也被震惊的目瞪口呆 不能置信 人群中爆发出一阵惊呼声 紧接着 这天弊日的红侠也消失了 焚天宫内恢复平静 又变成往常那般 肃穆庄重的模样 见此情景 红成天迫不及待的徽掌施法 打出一道结印 按在宫殿大门上 呀呀呀 宫殿大门缓缓打开了 一股犹如洪水般的五彩灵气 从大殿中倾泻而出 冲刷在殿外众人的身上 众多天才们只觉得 神清细爽 浑身三万六千毛孔都舒张开来 原神都得到了洗离和净化 当五彩灵气散去之后 还有一股清香富裕 信任心提的圣丹香喜 从焚天宫的大门内转出来 弥漫在广场上 所有人闻到那圣丹清香 都为之精神清明 神识也变得更纯净透彻 资质和悟性也隐约提高了几分 种种不可思议的提升和变化 令得众人无比震惊 心情十分激动 赤圣丹的香气 既天行果然炼成了圣丹 朝阳刚升起 七天期限刚到 他果然创造了奇迹 天哪 这就是圣丹的灵气吗 太神妙了 我的元神得到洗离和净化 即将要突破瓶颈了 我之前还有许多武道疑惑 始终难以解开 现在我却觉得 仿佛毛色顿开 太不可思议了 许多青年天才们 都发出兴奋的惊呼声 之前他们还对 季天行七日炼成圣丹的事 抱以否定和质疑 如今 他们心中只剩下震撼和钦佩 这个时候 大护法和红成天两人 已跨入坟天宫的大殿中 广阔的大殿中 布满了浓郁的五彩灵气 显得光彩绚烂 隐隐绰绰 两人还未看到季天行的身影 目光变落在坟天顶的上方 只见 一团拳头大的暗红火光 正悬浮顶口上方 绽放着耀眼光滑 释放出引动天地的力量波动 醉人的圣丹灵气 正是从那团火光释放出来的 两人紧盯着那团晶莹剔透的火光 几乎挪不开眼睛 脸上布满了惊叹之色 天哪 果然是圣丹 而且品质还很高 圣丹晶莹无瑕 表面云纹与火光流转 将天地火精都能缩到极致 好高明的炼丹之法 如此高品质的圣丹 似乎只有那十位封号丹圣 才能炼出 若非亲眼所见 我们如何能相信 这是继天行炼制的 两人都被震撼得无以复加 心中掀起惊涛骇浪 继天行如今只有元神实力 便可炼出如此卓绝的圣丹 若是等他达到度洁境 或是五圣境 岂不是能炼制神丹 就在两人愣神之际 盘西坐在坟天顶下的祭天行 缓缓收工停手了 他伸手一抓 便将悬浮在空中的 金银火光抓在掌心中 耀眼火光迅速炼去 变成一颗核桃大小的暗红丹丸 静静悬浮在他掌心中 他转身走到红成天面前 露出一丝微笑 道 红老 性不入命 这颗天金玉神丸 总算炼成了 书吧 他伸手把丹丸递到红成天面前 叮嘱道 红老 扶下此丹之后 打坐炼功二十七日方可炼化 以后 等你凑齐了地心火金石和天外悬兵 我再告诉你不振疗伤的方法 红成天看了天金玉神丸一眼 却没有急着去接 他目光灼灼地望着祭天行 表情十分感慨 语气郑重地道 天行 老夫从未想到 此生还能有机会治好伤势 谢谢你 为老夫劳心劳力 创造了这般奇迹 给老夫带来了希望 这个人情老夫记下了 待老夫伤势恢复后 并当时被报答 大护法在一旁看着 心情也十分感慨 听到时被报答这四个字 他当即身躯一阵 心中暗想到 时被报答 难道红老要送他十颗圣丹 或者倾尽全力栽培他 既天行并未作答 微笑着道 当务之急 你先服用此药治疗伤势 待你伤势恢复以后 再谈其他的 我运功炼丹七日 法力几乎耗尽了 心神也十分困乏 就此回天圣宫休息去了 大护法 红老接下来的事交给你们了 说吧 他朝大护法和红成天拱手一礼 便告辞离去了 两人这才发现 他的面色有些苍白 元神和法力都很虚弱 的确消耗颇大 红成天玉发觉的心中愧疚 苦笑道 老夫心情太过激动 竟然忘了关心他的情况 真是 哎 大护法劝说道 红老不必自责 本作也是心神发昏 现在还觉得如梦如幻 很不真实 您也别担心 天行只是法力耗尽而已 回天圣宫休养几天就没事了 红成天这才郑重地收下 天金玉神丸 与大护法联手施法 关闭坟天顶和整座大镇 待两人走出大殿时 纪天行早已离开了 广场上的一百多人 已是人生鼎沸 兴奋若狂地议论着 我看到纪天行炼成的圣丹了 晶莹如火 光云流转 气息非常强大 一枚圣丹的价值 足够换取一座千古雄城 我竟然亲眼目睹圣丹出世 真是幸运啊 从今以后 风神山上能炼制圣丹的人 除了大护法之外 还要多出一个纪天行 就凭这一点 纪天行足以名扬天下 震惊六大帝国了 第1557章千雪宫的请柬 傍晚时分 千雪宫内 一栋清幽雅致的宅院中 江宁雪正坐在古松下的石凳上 望着面前的茶杯发呆 这一个月来 他经常心绪不宁 脑海中浮现各种画面 不知为何 他的内心深处 反复把陆离和纪天行拿来对比 不下上百遍 最终 陆离的身影越来越淡化 纪天行的身影却越来越清晰 他双手握着白玉茶杯 沉默了许久 才低声自语道 神域之子 以原神尽实力 竟然修复圣鼎 还七日炼成圣丹 为何我当初就没看出 他有这般天赋和潜力 能创造如此奇迹 如今事情已过去五天了 整个封神山都在议论他的事迹 所有人都对他赞赏有加 不行 我不能再矜持和等待 五天已过 他应该休养完毕了吧 虽说纪天行成了 风神山的风云人物 最耀眼的爵士天才 但他心中仍有一丝自信 相信纪天行对他还心存好感 毕竟 前五名天才中 他是唯一的女子 他自认绅士 样貌天赋和才学 都配得上纪天行 片刻后 他打定了主意 便亲手写下一封请柬 他把请柬交给一名侍女 让其送到天圣宫的东院去 夜幕降临时 既天行结束练功 走出了密室 经过五天的休养 他的实力已完全恢复 并且 之前他练至圣丹时 也汲取了海量的天地灵气 受益无穷 如今他的实力更进一步 已达到元神静五重巅峰 触摸到了瓶颈 只要突破瓶颈 他便能达到元神静六重 他刚走出密室 一名金甲侍卫就迎了上来 恭敬的鞠躬行礼 并递上一封请柬 其禀纪公子 方才有位千雪宫的侍女 给您送来了一份请柬 既天行伸手接过淡金色的请柬 贴了一眼封面上的署名 只有一个姜字 他立刻就明白了 这份请柬是将您雪氏派人送来的 知道了 你退下吧 他挥手并退了侍卫 拿着请柬回到卧房中 打开请柬一看 上面写了两行轻力捐秀的小字 季公子 请一架千雪宫别院 宁雪有事与公子相商 季天行挑了挑眉头 嘴角勾起一抹玩味的笑意 竟然主动邀请我去他的住处 恐怕动机不纯啊 一边说着 他掌心中冒出一团赤火 将请柬烧成灰烬 他起身离开房间 不紧不慢地朝千雪宫走去 夜色正浓 天空中繁星点点 月色如水 千雪宫内亮着点点灯火 除了职守的侍卫和侍女 并无人走动 他进入江宁雪居住的别院时 早有一名侍女守在门口 等待她的到来 季公子 江小姐已经等候您多时了 请跟奴婢来 侍女领着她穿过宅院和回廊 进入宅院深处的卧室之中 抵达门口时 侍女停下了脚步 供身行礼道 季公子 江小姐在里面等您 请您进去吧 季天行 偏了一眼灯光幽暗的卧房 不由皱了皱眉头 心中暗道 大晚上邀我过来 不在客厅里见面 却在房间之中 他表面若无其事 实则心中警惕 外部踏进卧房后 他四下打亮一圈 未见到江宁雪奇人 只闻到满屋的淡淡心香 宽大的浴床遮着山脉 铺着红色的颈背 却不见人影 床边的圆木桌上 放着两枚精致的白玉瓶 似乎装着什么丹药 季天行正在打亮那两枚玉瓶 就听到一道清脆悦耳的声音响起 季公子 那日你炼丹结束后 宁雪见你面色不佳 法力消耗极大 心中便有些担忧 桌上那两瓶丹药 是宁雪专门为你准备的节级丹药 可助你恢复法力和滋养元神 还请笑纳 季天行挑了挑眉头 寻声望向卧房的左侧 只见 左侧墙边竖立着一块白玉瓶风 上面雕刻着花竹图案 江宁雪的声音 正是从那瓶风后面传出来的 季天行知道 那瓶风后面肯定连接着测试 一般都是密室 于是 他迈步走了过去 江小姐如此关心在下 真是令在下受宠若惊 不过 我休养五天已经恢复了 这两瓶丹药你还是自己留着吧 一边说着 他绕过宽大的屏风 便要进入密室 可当他看清眼前的景象时 却是身躯一江 脚步停在了原地 那屏风后面的确有一间测试 却不是练功的密室 而是一汪温泉水池 江宁雪正坐在温泉池中 姿泰优雅的沐浴 季公子 人家为你担心了好多天 实在忍不住了 才厚颜请你过来见面 你竟然不接受人家的一番好意 就不怕人家伤心吗 江宁雪扭头望着寄天行 语气有些委屈 一副我见游怜的模样 令人难以拒绝 寄天行为不可查地皱了皱眉头 转身背对着他 语气平静地道 江小姐 正所谓无功不受禄 我怎能收你的礼物 再者 天上宫中储备了无穷无尽的修炼资源 我用枝不竭 何须让你破废 见他背对着自己 江宁雪的双眼中闪过一抹失落 心中暗想到 我已拉下脸面 如此主动地邀请他来 他却不领情 哪怕是此刻 在这种情形下我向他是好 他也不为所动 难道我就如此不堪 对他没有一点吸引力吗 不可能 世间男子没有不贪恋美貌的 只是有人表现明显 有人隐藏叫声而已 想到这里 他故作虚弱的促眉道 既公子 也不知怎的 我头有些晕 脚也发软 你能否扶我一把 第1558章钓虎离山 如此明显的暗示 只要不是傻子 都明白是什么意思 这已经是江宁雪的心理极限了 他能说出这句话 已经是强忍着修难 话出口后 他便低着头不敢看季天行 双甲也滚烫泛红 他没有多说什么 安静地等待着 他相信 只要季天行还对他有一丝情意和幻想 就不会拒绝他 然而 季天行却不回头 依然背对着他 语气平静地道 江小姐说笑了 以你的实力 怎会身体不适 若是江小姐没什么事的话 我便告辞了 说吧 他便迈步要离开 江宁雪顿时身躯一江 赫然抬头望向他 双眸中充满了错愕与失落 他怎么也没想到 他已经如此头怀送抱了 季天行却不解风情 根本不为所动 见季天行要走 他情急之下刷地站了起来 美好的身躯显露出来 紧凭一件湿透的宝纱 根本折不住 但他顾不得修乃 心中不甘地说道 季公子 你之前对我说的条件 我郑重地考虑很久 已经决定答应你了 季天行却投也不回地往外走去 语气淡然地道 当初那个条件 只是一句细言罢了 江小姐不必当真 而且 以你的家世背景 我那把宝剑对你而言 算不得什么珍奇宝物 你又何必做此牺牲 待他的话音落下时 他已经跨过房门 离开了卧房 江宁雪站在温泉水池中 身躯僵硬 双目盯着屏风 一副湿魂落魄之色 两久之后 季天行早已远去了 他才回过神来 可恶 他当初那句话 竟然是戏言 是骗我的 可恶的家伙 谁要你那把宝剑了 我要的是 以美色引诱的计划失败了 哪怕他头怀送抱 厚着脸皮在温泉中坦诚相见 也没能让季天行心动 无与伦比的羞辱 令他面颊通红 身躯也速速 战斗起来 季天行 李这个可恶的混蛋 我不会善罢甘休的 江宁雪语气愤恨地咒骂一句 双目中也涌出了青泪 季天行若无其事地离开千雪宫 不紧不慢地往天圣宫走去 月色下 他一副云淡风轻的表情 双眸中却涌出一抹思念之色 遥遥 自从你进入我的心 我心中便再也难以容下别人 更何况是江宁雪这样的 居心叵测之人 希望你在落水神国一切安好 或许几个月后 我们便能再次见面了 他仰望夜空中的满天星辰 嘴角勾起一抹浅浅的微笑 百息时间后 他回到了天圣宫冬院 然而 他走到住处的房间外 却发现守在门口的两名金甲侍卫 都倒在地上呼呼大睡 见此情景 他顿时皱起眉头 封神山的金甲侍卫 都是恪守律法的精英 怎么可能在职守时睡觉 他隐约觉得不妙 连忙释放神室 笼罩住处的房间 下一刻 他的神室就探查到 房间里有一道黑影 正翻箱倒柜地翻找着什么 过房隔壁的书房和密室 都已经被翻找过了 窗户和柜子都打开着 并未关上 还有两名年轻的侍女 也昏倒在书房门口 正安静地沉睡着 该死 济天行心中暗骂一声 脸色变得冰寒 双眸中闪过凌厉的寒光 他身影一闪就冲进房间中 直奔那道黑影而去 何方萧小 竟敢闯入天圣宫 找死 他怒喝一声 右掌打出一道金光 拍向那道黑影 那黑影是个身穿黑衣的男子 脸上戴着黑色的面具 看不清面容和特征 他也察觉到济天行回来了 连忙徽掌拍出一道浓郁清光 迎面打向济天行 砰 两道光芒在半空中碰撞 爆出一声沉闷的巨响 顿时 狂暴无体的冲击力 把整个房间都镇成粉碎 房中的床铺 衣柜和书桌等等 瞬间化作鸡粉 还好宅院中布置了强大阵法 否则整座宅院都要变成废墟 两人对拼了一掌 都未占到便宜 那黑衣人不敢逗留 当机立断的施展盾地数 钻进了地底 唰 他的身影消失了 眨眼间就从地底顺移千丈远 逃到了冬院之外 既天行也跟着钻进地面 在地底急速穿行 是要追上那的黑衣人 所谓的地底 其实是风神山的山腹 全都是无比坚硬的岩石 且建造了许多地宫和密道 那些地宫与密道 都有强大的法阵保护着 凭黑衣人和季天行的实力 都无法穿过那些防御大阵 必须要绕开纵横交错的密道与地宫 如此一来 季天行的追赶速度慢了许多 那黑衣人却不减速 明显对地宫和密道的情况十分熟悉 早有准备 两人在地底追逐了20席时间 那黑衣人就把季天行甩开了 逃得无影无踪 无奈之下 季天行只好停止追逐 有些郁闷地返回天圣宫 回到东院后 他询问看守大门的金甲侍卫 以及院中巡逻的侍卫们 结果侍卫们都不知情 根本不知道有黑衣人潜入 他又找到昏迷的侍卫和侍女们 运功查探之后 才发现他们都是被人用某种迷魂要给迷晕了 他传令下去 让侍卫们去找工匠 赶紧修复毁掉的房间 而他独自进入密室中 冷静思考这件事 怎么会有如此巧合的事 难道是吊虎离山之际 那黑衣人究竟跟江宁雪是什么关系 他潜入我的住处 翻箱倒柜地寻找什么 入夜时 江宁雪派人送来请柬 邀请他去千雪宫别院 他到了别院之后 江宁雪竟在温泉中沐浴 还想使用美人计勾引他 他拒绝江宁雪 提前离开了千雪宫 回到住处就发现黑衣人正在翻找东西 这一连串的事 让他不得不怀疑 那黑衣人多半与江宁雪是同伙 至于对方要寻找的东西 他不用猜也知道 肯定是藏天剑 那黑衣人可能与江宁雪是同伙 便有可能是陆里的人 难怪他对风神山的地形如此熟悉 没想到陆里已经离开风神山 却还留了后手 那黑衣人最好别再出现 否则我并要抓住他 看看他究竟是谁 第1559章3000世界 黑衣人的出现 让几天形欲发警惕 他明白 不仅风神山下有人要抢夺藏天剑 就连风神山上 也潜伏着居心叵测之人 寻找机会抢他的神剑 接下来几天 他一直在密室中闭关修炼 黑衣人的行踪曝露 打草惊蛇之后 也没有再出现过 一晃五天过去了 这天清晨 六位神使分别赶往六国天才门居住的宫殿 召集所有人在殿外广场上会合 上百名天才门聚集在广场上 安静地等待着 没过多久 大护法来到广场上 当众宣布了一则消息 诸位进入风神山移有三个月了 在有三个月时间 便是神徒考核之日 为检验诸位的修炼成果 也为了帮助大家快速提升实力 号天塔从即日起开放第一层 为期两个月 期限之内 诸位可自行前往号天塔一层 进入三千世界中历练和闯荡 宣布完消息之后 大护法便转身离去了 众多青年天才们顿时精神振奋 都情绪激动地议论起来 太好了 号天塔终于开放了 我等着一天等了好久 来风神山之前 我就听说过号天塔的三千世界 是世间顶尖的玄妙秘境 绝佳的历练圣地 如今我们终于能进入了 三千世界 便是三千处不同的秘境 如真似幻 其中既有莫大的凶险和坎坷 也蕴藏着海量的天才地宝和其真 很早我就听说过 许多人进入秘境历练 都得到了非凡的宝物或秘术 无论半年之后 我能否通过神徒考核 只要能进入三千世界历练一次 也算不需此行了 是啊 不管能不能成为神徒 能在三千世界中历练 都会有极大的好处 诸多青年天才们 兴高采烈地议论着 表情和眼神都充满期待之色 不依惠而 便有人离开广场 迫不及待地赶往号天塔 于是 绝大多数人都跟着赶去 到了号天塔下 众人便看到 长年紧闭的大门已经打开了 众人纷纷涌入号天塔内 站在宽阔的大殿中 打亮四周的景象 圆形大殿的四周 墙上布满了无数到漆黑的石门 每到十门都紧闭着 石门上刻画着神秘的阵法和图案 门楣上还写着不同的名字 比如玉镜海 熔岩世界 荒谷大漠等等 毫无疑问 这里就是三千世界 百到十门的背后 都通往一处特殊的秘境 有些细心的青年天才 发现那些黑色石门上的名字 有的是白色 有的是紫色 还有些是蓝色 奇怪 这些石门的名字 竟然分成了三种颜色 上百到十门 竟然以三种颜色区分开来 难道不同的秘境也有等级之分 就在众人议论纷纷时 一道低沉而威严的声音 在广阔的大厅中响起 你们猜得没错 三千世界的秘境 根据危险程度不同 分为三个等级 众人立刻安静下来 抬头望向二楼 只见 一位身穿金袍的白发老者 正从楼梯上脉步走下来 老者合法童颜 鼻梁高挺 双目炯炯有神 浑身散发着强者威严 有认识他的青年天才 立刻恭敬的弯腰行礼 称呼道 参见四护法 众多天才们顿时恍然 连忙跟着鞠躬行礼 四护法常年镇守 浩天塔的第一和第二层 专指守护三千世界秘境 他走到大殿中站定 向众人介绍到 浩天塔第一层 共有108道秘境之门 只适合原神境的舞者 在此历练 三种颜色代表危险等级 白色最低 适合原神境四重以下的舞者 蓝色秘境的危险程度适中 适合原神境五到七重的舞者 而紫色秘境最危险 建议原神境七重以上的舞者 进入历练 当然越危险的秘境中 蕴含的机缘和天才地宝越多 得到的收获也会更大 听四护法如此介绍 众多天才们都十分心动 绝大多数人都望向蓝色字体的石门 排名前几的天才们 则盯上了紫色字体的石门 见此情景 四护法微微皱眉 与其郑重的叮嘱道 诸位不要贸然选择 本座有句话必须提醒大家 各处秘境都非常逼真 隐藏着各种凶险和危机 诸位在秘境中历练 虽然不会死亡 却很可能会受伤和残废 若是贸然选择最高难度的秘境 届时没得到机缘和宝物 反而身受重伤 并会影响三个月后的神徒考核 本座祝愿各位都能有丰厚收获 但也希望大家慎重考虑 权衡取舍 该说的都说完了 似乎发便转身离去了 六国的青年天才们 盯着四周的秘境之门 神色凝重地考虑着 交头接耳地议论着 片刻后 有人率先做出决定 进入了兰字的秘境之门 其他天才们也纷纷效仿 各自挑选兰字石门 逐个进入秘境中 虽然 大多数天才都选择中等难度的秘境 对最危险的子字石门近而远之 但人群中走出一位身穿灰麻布衣的青年 背负一口漆黑的战刀 踏进了一道子字石门中 看清那麻布青年的身影时 众人都露出震惊之色 发出一阵震惊呼声 是秦苍穹 他竟然进了最危险的子字秘境 果然不愧是苍龙帝国第一天才 本届候选者中最强的天骄 太自信了 他进入的那道石门市上古战场 仅看名字就不难猜到 其中必然有莫大的凶险 方才四护法说过了 越危险的秘境里面 天才地宝越多 收获也会更大 秦苍穹若是成功闯过上古战场 必然能有莫大收获 就在这时 又一道身影走出人群 静止进入一道子字石门 众人扭头望去 便看出那是个身穿黑袍 风度翩翩的青年男子 正是百叶帝谷的宋詹玉 顿时 众人又爆发出一阵惊呼和一论声 宋詹玉竟然也进入 最危险的子字秘境 看来他自认不弱于秦苍穹啊 秦苍穹和宋詹玉两人 若是成功闯过秘境 并有天大的收获 极可能突破到原神境七重啊 若真是如此 那三个月后的神徒考核 究竟谁能成为第一天才 还存有悬念啊 第1560章指一条明路 宋詹玉选择的子字秘境 名为雷火大峡谷 谁也无法想象 那处秘境中会有什么凶险和收获 但众人都明白 等贤之辈进入其中 多半要深受重创 对于宋詹玉和秦苍穹的选择 各国天才们都很钦佩 众人羡慕他们的自信和胆量 却不敢盲目效仿 就在这时 人群中的江宁雪 面色凝重的私存许久 也迈步走向一道子字石门 那夜的耻辱 我定要亲手洗刷 三个月后的神徒考核 我定会让他看到 我江宁雪绝飞庸之俗粉 我会亲手击败他 他心中闪过这个念头 冰冷的眸光格外坚定 当他踏入五绝云颠秘境之后 各国天才们都大为惊讶 十分震惊 天哪 江宁雪竟然也进入子字秘境了 秦苍穹和宋詹玉敢进入最危险的秘境 固然是对实力的自信 却也有暗中较量的意思 这江宁雪为何也进入子字秘境 难道他要跟那两人一较高下 我看江宁雪神色阴沉 不负往日那般温柔闲静的气质 怕不是受了什么刺激吧 排名前三的天才们 都进入子字秘境了 不知道第四和第五天才 又该如何选择 对了 怎么没看到季天行 他不是第四天才吗 有人提到了排名第四的季天行 众多天才们顿时转移话题 都议论起来 若是季天行来了 以他那般狂傲的性格 估计也会进入子字秘境吧 这家伙如今住在天圣宫里 享受最好的资源待遇 应该不会来冒险吧 也对 进入秘境中历练 能否获得宝物都是未知的 但一定会遭遇莫大的危险 既天行在天圣宫里享福 估计不愿意进秘境中遭罪 呵呵呵 那家伙要是错过秘境历练 那才真是愚蠢至极 谁不知道三千是借秘境的玄妙 我们来封神山 最大的心愿就是进入三千秘境中历练 若是既天行放弃历 那他就要被前三名圆圆甩开了 两个月后 等大家历练结束了 估计他连前十名都排不进去吧 众人提到既天行住在天圣宫里享福 与其都有些阴阳怪气的 心里颇为嫉妒 所以 大多数人都抱以幸灾乐祸的态度 夜幕降临时 既天行正在密室中修炼 忽然 门外的侍卫来口关 恭敬的禀报道 习禀纪公子 三户法来访 有要是请您相见 既天行听到声音 缓缓结束运工 走出了密室 他抵达书房时 便看到红城天正坐在书房中等他 于是 他跟红城天打了声招呼 问道 红老 你怎么没服用天金玉神丸疗伤 红城天摆了摆手 面色郑重地道 老夫的伤势暂且不及于一时 老夫有件重要的事通知你 待这件事解决之后 老夫再服用丹药 去闭关疗伤 祭天行挑了挑眉头 问道 什么重要的事 关于三千世界的事 红城天目光灼灼地望着他 今天三个月期限到了 大护法宣布开启三千世界 你准备好了没 祭天行想了一下 便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你说的是秘境历练之事 不错 红城天点了点头道 好天塔一层的秘境之门都开放了 所有神徒候选者都可以自行进入 不同的秘境 危险程度不同 能得到的天才地宝和机缘也不一样 无论如何 每个神徒候选者都不能错过这次机会 祭天行微微皱眉 考虑了一下之后 摇摇头道 我对秘境历练没什么兴趣 就不去凑热闹了 他知道 风神山上有人暗中图谋藏天剑 若他进入秘境中历练 难免会给人可乘之机 增加危险 到时恐怕又要闹出什么风波 可红城天剑他如此反应 顿时就皱起眉头 露出忧虑之色 他盯着祭天行 语重心长地道 天行 你可能还不知道三千世界的玄妙 那可是所有神徒候选者 都梦寐以求地历练圣地 绝大多数人在秘境中历练 都会提升实力 得到巨大的好处和宝物 像你这样的绝世天才 肯定能在秘境中得到大机缘和收获 既天行还是不为所动 虹城天响了一下 便使用激将法 说道 老夫听说 秦苍穹 宋詹玉和江宁雪三人 都进入最危险的子字秘境了 一旦他们成功闯过秘境 两个月后定然实力大增 届时你恐怕就很难进入前三名了 既天行嘴角勾起一抹微笑 自信地道 我在天圣宫中修炼 实力也提升极快 不论现在还是两个月后 我想进前三名都易如反掌 虹城天剑他还是固执己见 便忍不住问道 天行 天圣宫是你的住处 你想在密室里修炼 以后有的是时间 可这次秘境历练 机会只有一次 下次再开启秘境 至少是一年以后了 老夫不明白 你来封神山不就是为了提升实力 成为神徒吗 如此绝佳的机会摆在眼前 你为何要放弃 既天行知道 虹城天是真诚关心他 才会如此苦口婆心地劝说 他神色真诚地说道 虹老 多谢你的关心 但我来封神山 真不是为了成为神徒 那是为了什么 虹城天愣了一下 疑惑地皱起白眉 既天行目光悠悠 语气沉重地道 为了找一个至关重要的人 我的妻子 虹城天追问道 你妻子 他在封神山中吗 不在 既天行摇了摇头 语气平静地道 我只知道他的大概方位 却不知道他究竟在哪里 如今过得怎样 虹城天皱眉考虑着 突然想到了什么 顿时双目中闪过一道亮光 对了 老夫倒是想起一件事 或许能帮到你 既天行并惊望向他 露出一抹期待的眼神 醒红老明示 虹城天微笑着道 你帮了老夫那么大的忙 老夫便给你指一条明路 或许能帮到你 在封神山以北 百万里之外 有一处境地叫神泪湖 如果你能进入神泪湖 找到神泪岛主 定然能达成心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